杜婆和小伙意外流落到花 待两人一觉醒来 女人发现自己衣衫不整 杜婆立马翻脸无情 流氓 你你你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说你这个大小姐 脑子是不是有病 虽然你看上去还算有几分姿色 但是你看清楚这里是哪里 我们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再说了 目前我还要先保持体力 我才不会把精力浪费在你身上 还有 下次在打人之前先搞清楚状况 就在一天前张祥回魔祖的航班 大口吞念着食物的张祥心里极为憋屈 因公司效益不好 张祥这次出差合同又没谈成 而等待他的也将是被公司裁员 卡里的钱买完返程的机票也所剩无几了 工作了这么些年工资一直没有涨 五年了 竟然一分钱都没存下 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而身旁同行的同事林可 也是他大学时的小师妹 此刻也是满面愁容地望着窗外 似乎在同样为前途发愁 我终究还是让他失望了 你好 能再给我一份吗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的套餐是定量分配 没有多余的 张祥抬头看着他 身材高挑 气质出众 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精致无瑕的五官 配合着长期训练出来的体姿 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 但为了能省下晚上的那一顿 张祥还是厚着脸皮 要求空姐再给他多拿一份 要不是每个月都要给生病的母亲寄钱 张祥也不能沦落成这样 真的没了先生 剩下的是我们工作餐 全给您了我们吃什么 我又不是没坐过飞机 我有权利多有一番 您这种人我尽多了 您如果对套餐不满意 大可去坐头等舱 用不着在这刀难 空姐话还没说完 不然机身一阵剧烈颤抖 瞬间失去平衡 栽倒在过道上 尊敬的各位旅客您的好 由于本次航班遭遇未知强气流 接下来挥手有颠簸 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 确保系好安全带 保持龙京 本趟航班机务人员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会全力保证城客的安全 翔哥 我 我们不会出事吧 张祥看向俏脸发白的林可 一双美眸此时正充满了恐惧 张祥内心被瞬间触动 林可这次陪他前来 也是想帮他完成业绩 不愿意看着他丢了工作 要不是为了帮我 他本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就在这时 飞机机身突然买人的侧场 一阵强烈的失重感 各位旅客 现在是紧急通知 本次航班应机体受损 五分钟后将破降到海面 请旅客们不要惊慌 请检查好安全带 将头低下躲在前排座椅后面 并用双手保护好头部 各位旅客现在是紧急通知 这你妈要不要这么倒霉 我还没有谈过你朋友呢 要嘎也要先尝尝恋爱的滋味在里面 还有我那家里的劳母怎么办 这一刻 张祥的眼泪抑制不住夺框而出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地活下去 哪怕像条狗一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就算每天都接受现实的摧残 他也想要活下去 可儿你没事吧 此时张祥拼命拉着的林可 已经失去了意识 看着面色惨白的林可儿 似乎没了呼吸 张祥正要给他做个人工呼吸 海啸 海啸来了 还没来得及吧 一天足有十几米高的巨浪 还在这里 张祥瞬间直返着眼睛直冒惊心 五脏六腑都已移位 身体像是裂开了一般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放心吧 他死不了 你看我们波动没事吗 林可儿 你在这里 怎么样 你没事吧 祥哥 你没事就好 穷掉死命够硬的 像他这种人就算活着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 这是哪儿啊 张祥无暇顾及他的嘲讽 撑起手臂打量着四周 想要回忆一下 脑袋便一阵晕血 刺疼男人 我们被海浪带到了这片岛上 我醒来之后就看到了他们 飞机早已抢气流 跟塔台失去联系 驾驶舱玻璃炸裂 机长当场一难 副机长想破江海面 却因为引擎损毁造成机身翻转坠机 全体空城和194名旅客 全部葬身大海 只有我们几个活着 张祥虽然非常不爽空姐那种看不起人的女人 但见她如此 也不禁心生叹息 活生生地看着同事好友在面前丧生 对她来说也确实太残忍了 大家也都沉默不已 更平添了几分不安气氛 既然我们没死 那就要想办法活着回去 这么大的事故 依然会有人搜救 在此之前 我们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 现在各位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方染 上海泰生集团总裁 张祥 普通公司职员 我叫林可儿 是张祥的同事 也是一个大学的师妹 胡言 自由职业者 张嘉宜 本次航班精气舱的乘务 很好 我刚才已经大致观察过这片岛屿 并没有发现有人踏足的痕迹 也就是说 这是个无人孤岛 有谁的手机还能用 我的手机不见了 空城身上不带手机 我的还在 可是一点信号都没有 我不确定我们要等多久才能得到救援 但在此之前 活下去才是我们最先要面对的问题 目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食物和淡水 食物还里有 所以必须尽快解决淡水问题 你们谁有野外生存常识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 有些生存经验 不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既然如此 从先开始 你们必须听我的 方燃柳燃柳燕眉微重 不容置疑 很显然他自认为他是最有管理能力的人 凭什么你习惯了对员工指手画掌 我可没习惯听你的指挥 别以为什么走才就了不起 还不是靠男人上位 我要遇到成功人士 绝对不比你差 你讲得很好 以后不要再讲了 你可以不听我的 那请你自生自免 你 方燃一句话便把张家仪赌得无话可说 天快黑了 我先分配工作 张翔 你是我们唯一的男人 去想办法检柴生活 我跟可儿去捡些海鲜 先解决温饱 张家仪你如果你不想参与 那也没有资格占有我们的劳动成果 说完 方燃便带头朝沙滩一边的礁石堆走 翔哥 你手受伤了 我还是陪你去捡柴生活吧 你这个穷屌丝你还愣着干嘛 没看到我们很冷吗 赶快去想办法呀 一点也不像个男人 我说你自己没长手吗 你没看到他手臂受伤了吗 张翔见张家仪脸色难看的 对自己发大小姐脾气 顿时气得本想怼他一顿 但还是忍住了 毕竟在这种充满未知的地方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张翔没有和张家仪计较 便带着林可儿向树林伸出走去 我说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 一点水都没有找到 难道我们真有可死在这里吗 是啊 现在太阳早都落山了 我都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要是遇到猛兽怎么办 既然这样 我们今天就先回去吧 等明天天亮了 我们再去寻找食物 考虑到大家的安全 方染还是决定先返回营地 翔哥 这里有很多干树枝 我们捡上一些就回去吧 张翔看着林可儿曼妙的身姿 不禁的身体有些变得膨胀 以前在公司上班时 她有那么多追求者 我都没机会多看她一眼 可现在 不行不行 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她可是我的小师妹呀 好啊 我们先回去吧 你们怎么才回来 本姑娘都快要冻死了 你要是想暖和 就自己去检查生活 在这里没人会惯着你 现在没有打火机 只能等明天再想办法 张家仪平时哪里受过这种罪 顿时情绪异常的低落 你觉得我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张翔见她没了那副 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对她的反感自然也小了很多 她明白一个生活优越的人 一旦陷入这种绝境 心中一定是恐惧万分 张翔正在想如何安慰她 张家仪却开口说道 要是我们回不去 你难道就一直听方染的话吗 你以前是个穷屌丝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改变的机会 却还甘心被别人统治利用 不觉得可悲吗 此话一出 张翔不由的心头一震 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发染的话 是因为她能力出众 遇事镇静 并不是甘于被她利用 现在危机刚过 大家应该齐心协力 而不是极化矛盾 我们回来了 这附近我们都看过了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水源和食物 张翔 这里夜里应该会变冷 有办法生火吗 我们现在没有打火机 要不是我的手受伤了 我倒可以试试古人说的钻木取火 翔哥 钻木取火要怎么做 要不我来试试 别想了 钻木取火并不像书上说的那么容易 就算我没有受伤 凭我单身二十年的手速 也不一定能成功 既然这样 我们今晚就在这过夜 先保持体力 明天一早我们继续寻找食物 一定要坚持到救援人员找到我们 说完几个女人便靠着石头坐了下来 林可儿乖巧地依偎在张翔的身旁 翔哥 你说会有人救我们回去吗 当年马航失事到现在都没被人发现呢 放心吧 我们的运气也不会那么差 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伴随着一阵淡淡的体香 张翔胳膊处不经意间碰到了一团柔软 张翔差点把鼻血碰了出来 赶忙一把推开了林可 故作镇定地说 可儿 你们先睡吧 我四周转转给你们放哨 看着几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张翔只能远远地看着她们 心中想象着特别的画面 时不时地笑出声来 直到深夜张翔见大家都睡着了 才昏昏沉沉地睡起 张翔 张翔快醒醒 张翔 你受了伤留在沙滩 我带张佳怡去找水源 你再想想生火的办法 否则用不了多久 我们都会死在这岛上 可儿留下来帮你 还有 你们几个去找食物 然后返回这里会合 起来 你跟我走 干嘛找我 天下没有百得的午餐 想活着每个人都要付出 方燃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张佳怡撅着性感小嘴 眼神相当不满 但最终还是起身跟上 翔哥 怎么办 我们怎么才能把火点招呢 我的手今天好多了 我们试试 能不能钻出火来 哇 翔哥你的手速真棒 一定裂了很多年了吧 不行 根本就是白费功夫 我们要另想办法 对了 昨天我看见那边有个空酒瓶 你去把它捡过来 于是 张翔又找来一些枯草 运用平底突透镜聚焦太阳光的板 终于成功的把火点燃了 林可儿激动万分 这一刻 林可儿的心里更是对张翔多了一些崇拜感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翔哥还挺聪明的 火焰 象征着希望 在这绝境之中 终于让林可儿有了很多安全感 直到傍晚时分 方燃和张佳怡一脸疲惫地回到了沙滩 帅哥 你终于把火点着了 这下我们就有希望了 你们找到淡水了吗 找到一个水坑 但是被海啸淹没之后 不能喝了 方燃坐在火旁 眼里泛着浓浓忧色 文言没有淡水 张翔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生火带来的喜悦 也被瞬间冲散 希望救园队能快点找到我们 这时其余的几人抱着一些海鲜 也返回了沙滩 于是饿了两天的众人 还没等食物烤熟 就迫不及待地吃了个金光 勉强填饱了肚子 明天我们再接着找水员 我相信总会有出路 要找你去找 别再偷着我 张家仪终于忍不住当场发飙 看得出来 她似乎跟方燃之间 出了点问题 这是你的义务 真不知道你这个空姐是怎么考上的 极自私又傲慢 孩子认为优越感十足 在我看来 你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花瓶 不想干 你可以自生自灭 你怎么说话呢 我就算是个花瓶也比你好 这么年轻也能当总裁 还不是靠男人上位 不要了 你以为没了你世界就不转了吗 等着敲 哼 说完 堵着气的张家仪独自向大石头背面走去 方燃脸上露出一丝罕见的怒鸣 只见她深深吸了口气 沉默不语 张翔见两人火药味十足 大家才刚度过险境 就出现了分歧 在她看来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但谁也不敢劝 毕竟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找水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里张翔靠在火堆旁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我很不喜欢她那种做事态度 找水时我就训了她几句 没想到会因此分裂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要凝聚力量 一个都不能缺 张翔 你能不能去跟她谈谈 让她抛下成见团结一致 这关系到我们能否活着回去 好 我去跟她谈谈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张翔知道方燃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 让她主动跟张嘉怡低头是不太可能 只好答应从中调和 看到张嘉怡伤心的独自坐在地上 张翔靠着她坐了下来 你来干什么 怎么 对我有想法吗 就算你有想法 也请你收回气 本姑娘可不是你这种穷屌丝能高攀的 男子欲爱流落三宝 却和几个女孩过上了神仙的日子 空姐性格傲慢受到了大家的鼓励 张翔怜香细喻哽想安慰一下她 结果却遭到了空姐的挑衅 我说你也不照照镜子 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泡的 我想说你误会了 我对你这种大小姐可没什么想法 那你来干什么 来劝你 我们几个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能不能得到救援还不一定 在没回去之前 我希望大家都能开诚不公地对待彼此 没必要作泄 自己难受不说 气坏了身子 这里可没有给你治 谁说没有药啊 你就是最好的特效啊 一日就可以让我编好 这个 你在说什么 我身上可没有药 真是个屌丝 是她让你来的 还是你自告奋勇等谁可 我只希望大家能和睦相处 毕竟在这个荒岛上 只能团结才能活下去 我明确地告诉你 有她没我 有我就没她 口口声声说团结 她有什么资格带领我吗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话语权 你帮我 这个吗 总要给我个帮你的理由吧 无论是从能力 还是心理素质上讲 张嘉怡都远不如方人 真不知道她哪来的勇气 要争夺话语权呢 因为我看不惯她 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凭什么她就不能听我的 只要你帮我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 你到现在不是还是个单身王吗 像我这样的人 你以前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吧 怎么样 只要你支持我 我就做你一天女朋友 而且 我还可以帮你想办法得到方染 你想想 想方染那样的女人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想要征服她 如果不是在这里 她恐怕连看你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她美丽 冷静 果断 如果你征服了她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难道不想看到她 臣服于你的样子吗 好好想想 这件事对你有意无害 这是你密洗的唯一机会 我尼骂 这个女人主动请我吃海鲜 肯定是在趁机玩弄我 我可不能被她算几位 等 你干嘛 弄腾我了 你以为是个人都要舔你吗 你太自以为是了 说实话 你长得很漂亮 也很有气质 但言语之间对我的蔑视和不屑 才是让我反感的最大原因 至少从方染的眼中 我没看到过这种对别人的轻视 你不想帮我 好 算我看走了眼 你果然是个党司 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懂把握 真是个废物 不过我现在都已经将我的想法跟你说了 你已经没选择了 要么帮我 要么我会让你跟我一样被孤立 这个女人不会真的有病吧 真是无可救药 我要是被她控制 那不得被她玩死 还是离她原点为命 我奉劝你好做为之吧 好你个四郎 就算我被方染孤立 也绝不会答应你无耻的要求 你再敢非礼我 我一定会杀了你 翔哥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四郎想趁人之威 想要非礼我 你们可要当心点 这个女人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上一刻还在威逼利用 下一刻直接翻脸栽赃 简直无耻至极一体 翔哥 你 你真要是想吃海鲜可以跟我说的 干嘛去做这种事 我 我 什么都没干 这个张家宜真是恶毒 我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行了 好了别演了 比起你 张相纯洁的像枝绵羊 她干不出这种事 尤其还在她受伤的情况下 到底怎么回事啊 林可儿从刚才失望的情绪中回过神爱 一脸不解之色 张相也不由地松了口气 幸亏方染洞察能力够强 否则以她笨拙的语言组织能力 根本没办法自我澄清 是我让张相来找你的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既然如此 我把领导权让给张相 因为他是我们中唯一的男人 我想这样你无话可说了吧 既然方姐说了 我同意 林可儿也是冰雪聪明 听到这话 怎会还不明白 立刻赞成 你们 你们太欺负人了 张家仪气得也不切齿 脸色仗成紫色 方染之招太高明了 把领导权让给我 既让张家仪没有理由再闹想 又让她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 以后都没有机会再出妖娃子 不愧是掌握着一个公司的总盘 轻描淡写之间 就瓦解了张家仪的心机 在这种情况下 张家仪要是还选择对立 那可就真成了重视之地 这样一来 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能乖乖听话了 张翔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翔哥 翔哥快醒醒 我们现在都很饿 今天的任务怎么分配 张翔从睡梦中醒来 虽然现在领导权交给了她 但她还是选择听方染的建议 可一天下来根本没什么收获 这两天附近寒水的植物 也基本被消耗光了 到了晚上 几个人累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尽量减少说话 减少兑水的需求 接连三天 仍然没有任何救援队出现的迹象 我真希望这时能下场暴雨就好了 老天呀 求求你下点雨吧 已经整整两天没喝水了 再这样下去 一死无一 对了 尿液 把尿液用沙子过滤一下就能喝了 此时的张翔极可难耐 甚至想到要喝自己尿 但极度缺水的身体根本尿不出来 比起突然而至的空难和海啸 这种静静等死的感觉 反而更让人恐惧 更让人绝望 真是讽刺啊 空难没有死 海啸没有死 我却在这被水包围的大海中 死于缺水 张翔终于支撑不住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张翔有没有听到那一声 紧接着 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天上落下 滴在身上 雨 下雨了 方染嘶哑的声音传来 激动无比 是雨 终于下雨了 眼泪止不住地从张翔的眼角乏路 几刻之间大雨遥控而下 海水和天空连接在一起 阴沉压抑 但此时 张翔已经顾不了海底 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捧着雨水 大口地往嘴里灌去 翔哥 我们得救了 对吗 嗯 是的 我们又活过来了 真好 我们现在身体虚弱 最好找一块地方避雨 否则感冒了就麻烦了 说完 方染便带着众人向丛林深处走去 荒岛上的暴风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转眼间 乌云散去 惊空如洗 虽然这一次的暴雨暂时缓解了燃眉之计 但必须要尽快找到充足的水源才行 否则就要在这岛上硬生生地渴死 我们已经在附近搜寻了一遍 这附近不可能有淡水 趁我们还有体力 今天去林子深处找找吧 一个小时后 我正在两人走的口干舌灶时 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响起 淡水 真的是淡水 张翔激动无比 起立的阴霾一扫了进 许久之后 两人终于喝饱了肚子 在附近坐下标记 在返回的途中 张翔踩到一片腐烂的落叶石 只感觉脚下一轮 整个身子变向落叶下面缠了下去 不好 是找的 难道 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张翔见芳然看到自己的窘境 并没打算帮忙 不由地产生了疑惑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不打算救我吗 张翔 我可以救你出来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可以 只要你能够救我出来 我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我知道你肯定经受不住张家仪的诱惑 她肯定会拉拢你破坏对我的团结 所以 我希望你以后能够离张家仪远一点 不要受到那个女人的蛊惑 芳然 你放心 我本就看不惯张家仪 绝不会和她在一起的 更不会影响团队的团结 我甚至可以在这里向你发誓 听到张翔这么说 芳然才赶紧找了个木本 将张翔给拉了上 蛇 吸不蛇 张翔小时候在乡村长大 自然知道毒蛇的凶猛 再向芳然腿上看去 果然 芳然的腿上留下两个小洞 小洞很深 里面还流淌着黑色的鲜血 结变成黑色的速度越快 就说明毒性越强烈 显然 这一条毒蛇的毒性猛烈至极 再不就之 芳然将会立刻命算于此 张翔顾不得太多 从旁边摘下一片硕大的树叶 再入口中 便直接趴在芳然的腿上 开始吸起毒血 张翔用力地吸着 吸一口换一片树叶 许久之后 眼看着芳然的伤口从黑转红 张翔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从芳然的腿上爬了起来 毒素已经被我全部吸出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 你可以放心 嗯 谢谢你 芳然点了点头 耳垂通红 原本清冷的脸颊上 也是浮现出点点红霞 看着芳然那羞涩的神情 以及他那伤口的部位 张翔这才清楚 刚才的场景究竟有多么的暧昧 好了 我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们俩算是扯平了 还有今日之事不可以说出去 你们走之后 张嘉宜把所有的食物都给吃光了 我怎么劝她她都不听 张嘉宜 你知道你究竟做了什么事吗 怎么了 我不就是多吃点食物而已 有什么大不老的 你当然能吃 但你为什么要全部吃完 难道你不知道大家都还饿着肚子吗 大家饿着肚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张嘉宜 这件事请仅有一次 如有下次 以后就不会再分配给你食物了 谁 是我 张嘉宜 张嘉宜 这么晚了不睡觉来找我干嘛 晚上来找你 虽然是睡觉呀 张翔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是岛上唯一的男人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保护我 求你不要赶我走 第二天早上醒来 芳然正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们 目光轻冷万分 脸上仿佛覆盖了一层双血 你不用解释 你只需扪心自问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对不对得起我们 对不对得起你师妹 张翔 没想到你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 我对你很失望 你妈 翔哥你们昨晚 既然你们都看到了 我也不想解释 既然要团结 那以后就都听我的 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淡水 接下来就是食物 今天我们分头行动 你们先去林子里采些野果 我和可儿负责烟火 这样如果有救援队 就能够更容易找到我们 对不起 我今天有一些累 不想去森林里面 你也是队伍的一员 凭什么你不想去 本小姐就是不想去 张嘉宜转头看着张翔 本以为张翔能为他撑腰 你还是跟芳然去吧 不然晚上没你的食物 我也帮不了你 是张翔 我就是不想做这些体力劳动 才把自己搭进去 这个死家伙竟然不帮我 张嘉宜想要反复 但自己实在不占到你 便只能作罢 随后张翔和林可儿 升起一堆 又找来一些湿的树叶盖上 这时 林可儿听到天堂中 传来飞机的声音 是飞机 翔哥 是飞机 这下我们有救了 你真是傻得可爱 那是客机 离地面足有一万米 我们在他眼里 比蚂蚁还小 他是不会发现我们的 看来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想到这里 林可儿呆呆地站在那里 俊俏的脸上净显忧伤 林子深处 方然已经采集了不少野果 而张家仪却没找到几个 我看你今天不用吃东西了 真不知道你还能干什么 哼 本姑娘早就说了我力气小 干不老这些粗活 是你非要让我来的 就在方然准备返回时 却脚下一滑摔了下去 慌乱中抓着一根树枝 才没掉下去 张家仪 快救救我 哈哈 凭什么 凭你天天看不惯我 凭你天天挤兑我吗 这些果子都是我找到的 我先回去了 说完张家仪拿着果子 张力啊 当然由于体力不知最终 还是跌下山坡生死味 张家仪路上边走边吃 直到填饱了肚子 才把剩下的果子带了回来 我回来了 我费了好大的精彩 采了这些野果 真是累死等姑娘了 方姐呢 她怎么没有回来 我走的时候 她还在那里找果子呢 怕把你们都坏了 我就先回来了 那好 今天先这样 明天我们砍歇数 搭建一个房子 小哥 今晚上我还要你保护我 不行 昨天已经保护过你了 今天翔哥要保护我 这个嘛 你们俩别争了 今天我要保护师妹 哼 第二天 一艘渔船发现了他们 几人终于破解 经过几天在岛上的生活 张翔却突然不想回去 现在回去工作也没了 就我那点工资干一辈子 怕是也买不了这房子 在这里不用赚钱 不用买房 远离城市的喧嚣 况且这个岛上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探索 可儿 再见 遇到好人就嫁了吧 保重 想到这里 张翔转身向着林子深处跑去 为了搞清楚这个岛上的状况 张翔漫无目的地四处探索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张翔只感到又累又乏便睡了过去 喂 醒醒 你 你 你死了吗 发现张翔一动不动 方染便想去探探他的鼻息 竟然没有丝毫气息 大家不会都死了吧 方染之前跌入了谷底 好在只是摔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回到基地 发现大家都不见了踪影 误打误撞遇到了张翔 他万万没想到张翔会对他使坏 故意捉弄他 在方染试探他鼻息的时候 故意凭住呼吸 咦 不对 明明有心跳 但是没呼吸 怎么办啊 难道要人工呼吸吗 这也太难为情了 方染也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付出了行动 这傻妞 竟然真的给自己做人工呼吸 哈哈 如果换了毒 也许就醒来了 可张翔却不打算就这么醒来 这人不是快死了吗 怎么会这样 张翔一看要露线 正准备假装缓缓醒来 却发觉方染的手又探了过来 有点呼吸了 再加把镜 张翔知道装不下去了 无奈缓缓睁开了眼睛 转头看去 发现方染正躲在一门远的地方 你早就醒了 是不是 呃 头好疼 你别装傻 刚才 刚才你 干什么呢 呃 抱歉 我以为自己死了呢 迷迷糊糊的 梦见自己口渴了 我也是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嘿嘿 那你也不能吐石头呀 方染差点气晕过去 他急着救人 没想到却被欺负了 你 你能不能别总盯着我啊 那可怎么办 这附近就咱们两个 难道要分道阳镖 就在这时 快艇的声音从远处响起 一道道强光在海面上扫过 方染兴奋的大喊 以为是搜救人员来救人了 好在张翔发现 船上的人并没有穿工纵 他一把拉过 方染走在石头后 按键观察 只见两个海盗驾驶 快艇和海面驶 万幸没有发现他们 你赶快把衣服脱了 我们会被海盗发现的 你要干什么 不 不行 你休想打我的主意 除非我死了 女神已经落在自己手里 要清真还是红烧 还不是得由我说了算 哼 被海盗抓住了 我一个男人都无所谓了 你这样一个大美女 海盗肯定把你获获了 可是 你的衣服颜色太容易被发现了 傻妞 那可是海盗啊 你要再打我衣服的主意 我宁可去死 放心吧 不会让你光着的 张翔找了一些树叶 又用藤蔓简单的 为芳然做了一件勉强能遮羞的草裙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的手艺还挺不错的 你这身材配上我的原生草裙 拿到巴黎时装秀上不豪不逊色 芳然只感觉这草裙 松松垮垮的根本遮不住 明知道张翔在故意捉弄它 但现在它也没有办法 这样 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下 看着张翔的眼睛总在自己身上晃 芳然怕张翔真要对自己心怀不轨 到时候可没法应对 张翔 看来这段时期 咱们两个要共度难关了 我想跟你约法三章 行啊 你说吧 第一 不许总是盯着我看 第二 不许动手动脚 第三 我还没想起来 想起来再说 你要是不答应 我宁可自己一个人 大不了我比你先死在这个岛上 看到总裁没你眼里满是泪花 张翔倒是越来越欣赏了 没想到她还是个洁身自爱的女人 但越是这样的 张翔反而越想狠狠欺负她 行吧 不过 你要是自己毁约 可怪不得我 不 我才不会 难道我傻吗 快看 前面那边有个小山洞 山洞啊 太好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 洞里有好多蜥子 这可怎么办 要是有火 就能把他们全灭 可是我们怎么生活呢 这是目前 咱们能找到最安全的地方了 已经没有退路 你要不要跟我拼一把 张翔见天已经快黑了 如果今天搞不到火 他们将会度过一个致命的夜晚 没有山洞 没有篝火 会被各种野兽和毒虫威胁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怎么手送这么快呀 成功了 我们可以用火 把他们都赶出来了 快看 那些毒虫都出来了 赶走了毒虫 在确认山洞安全以后 张翔又找来一些干草铺在地上 一个临时庇护所就算是完工了 今天来不及找水和食物了 我先把火堆挪进来 如果放在外面 万一海盗经过会发现我们的 还有这洞口也需要遮挡一下 看着张翔忙碌的身影 方染突然觉得这个男人 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头好晕晕 一天没吃没喝 方染彻底支撑不住了 倒在了床上 张翔知道这是快要脱水的迹象 过度的消耗体力 身体已经开始缺水 可他自己也没好到哪去 张翔正想检查一下方染的身体 爷爷 你干嘛 躲什么躲 要欺负你 还用等到现在 那可不一定 现在有床了 会舒服一些 本来没想法的 也会变得有想法 哎呦 你的业务很熟练吗 你才业务熟练 人家什么都没经历过 那个 我躺外面行吗 不行 日后你会感谢我的 方染翻了翻白眼 感觉张翔肯定在图谋不轨 如果躺在外侧 还有逃跑的机会 如果躺在里面 那就是瓮中捉鞭啊 张翔看出了方染的小心思 哈哈 怕我强行嘎了你 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逃到外面去 还来得及 别等到我受心大发了 你才后悔 方染又羞又气 知道他故意欺负自己 武器往外走了两步 外面一片漆黑 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 依稀还能听到恐怖的声音 他突然感觉好无助 好委屈 辛苦了一天 竟然还要被人欺负 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我说你别再折腾了 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放松身体乖乖睡觉 二十二 你继续折腾 被野兽叼走了 我可不救你 那你不准欺负我 我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 哪有那贤情雅致 就算有想法 也要等吃饱了才有理解 我劝你还是赶快睡吧 这样 你睡里边 我在外面可以给你挡着点风 后半夜降温以后 海风还是挺凉的 方染拼命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睡着 要保持警惕 可是他实在太累 很快就不争气地昏睡过去 张翔第二天早上醒来 方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 我好渴 我快不行了 那行 我也可坏了 走 我们去找水卷 喂 给我说说你的人生经历吧 你想听呀 既然接下来的日子 都要和你睡在一起 那总要对你有些了解吧 嘿嘿 我这个人啊 从小就坏 哦 坏也有天生的嘛 那可不 我这个坏啊 是娘胎里带的 我家住在穷山沟里 父母早逝 从我八九岁以后 村里就没人干扰我了 吧 有那么厉害 当然 我从小跟远近村里的地痞流氓打架 打遍山区无敌手 坏人见了我都得绕着走 村里的猫狗 猪驴牛马羊 不论大姑娘小媳妇 陷了我都哆嗦 这这也太 太 太吓人了吧 这算什么 后来上到村长下到泼妇 都拿我没办法 见了我都得赔笑脸 对了 我还做过一件状举 什么事啊 我好几次偷了村长家的猎工和猎枪 进山里打猎 后来我们村附近的狐狸 狼 野猪 狗熊 全都逃弹去了 你这有点疯狂了 可不是 后来村长都怕了 就召集全村的人集资 凑钱送我去外地上学 就是想让我赶紧滚蛋 你上过大学 我倒想上大学呢 可是人家不说我 说小学毕业的不要 哈哈 张祥 你不到我能死啊 这时 张祥发现几棵植物很像水塘 他曾在电视上见过求生达人碑 也就用这个补充水分 傻牛快看 这是水塘 里面应该有水 真的吗 我们离水原地还很远 可以先用这应个集 方染大喜 同时又有些紧张 生怕张祥搞错了 让自己空欢喜一场 这里面真有水吗 可是这个这么粗 怎么把它折蛋呢 这个好办 我们可以做一把斧头 你看 这个就是制作斧头的好东西 张祥把一块石头用力一摔 又找来一截木棍 把相对较锋利的石片 用藤蔓绑在木棍的一桶 一把石斧就做成了 水塘的水分都储存在藤蔓里 从根部砍断 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取水分 张祥用力砍了七八下之后 水塘被砍断 果然有水流出来 水流不大 却很清澈 张祥迫不及待地上前喝了起来 味道淡淡的 有一点植物的清香 这也果然没有骗我 一株水塘 存不了太多水分 但是对于口渴难耐的温暖水 却是酒汗风干露 方染看着张祥喝的那个香甜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来吧 你不是很渴吗 你先喝够 我喝下一颗吧 就这点水 永远喝不够 快来 方染本来还有点介意是张祥喝过的 但实在可得难受 索性也不再矜持 赶紧蹲下身喝了起来 水塘里的水分有限 很快就流光了 这怎么没水了 汁蛋里还有些水分的 你含在嘴里一吸就出来了 果然每吸一口都有水分从断口处流出来 方染对着藤蔓断口拼命地吸引着 张祥站起身 抓稳水塘 方便方染饮用 你看地上 方染蹲在地上 扭头一看 开始有些闻 后来渐渐醒悟 自己这个样子 像是在给张祥下滚 好丢人 大坏蛋 不理你了 怎么样 还喝不喝了 喝 为什么不喝 大坏蛋 臭流氓 张祥再砸开一个水塘 这次让方染先出 可是现在一蹲下 方染就感觉张祥在占得便宜 为什么每次都要从底下砍啊 你就不能砍中间 当然不能 要最大限度地获得水分 只能从根部 我可不小浪费 六株水塘全都喝干之后 依然不够补充水分 每个人每天至少要补充500毫升水分 虽然身体缺水的感觉有所缓解 不再头晕和恶心 但他们却更加口渴起来 怎么办 我现在更渴了 我也是啊 咱们必须尽快到达水原地 张祥有些懊恼 别人荒野求生 开局至少有一把刀子 或者一条狗 最差的也有椰子可以吃 自己可好 完全是赤手空拳 手中只有一把破师傅 他还不敢硬闯丛林 因为不清楚里面有多少危险生物 旧中海盗们没敢在这里建立基地 就说明了他们必须要处处小心 我们的命好苦 别人岛上都有好多椰子 但是这个岛上咋没发现一个椰子呢 是啊 老天非要跟我们作对 故意整我们 咦 地上有鞋印 这里有人 想到可能 两个人警惕地躲在一旁暗中观察 可半天也没发现人影 他们这才略微放心 怎么办 我腿都蹲麻了 咱们顺着鞋印跟踪过去 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不知道对方身份 晚上都没法睡觉 方然有些紧张 但看到张祥坚定的眼神 便点了点头 前面好像就是我们上次发现的水原地了 但同时张祥也听到了似乎有人说话的声音 此时二人都万分紧张 万一是海盗 那他们手里都有枪 自己肯定死悄悄 对呀 吓死了 差点就被蛇咬了 哈哈 那死也够似的 钻咬李下盘 你妈 什么时候来救援啊 脑子都快要死了 不是海盗 皮肤白净 身体臃肿 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白顶或老板 这几个人对我还够不成威胁 什么人 谁呀 快跑 哥几个 别跑啊 我不是坏人 你们别跑啊 你们别跑 我们是流落到这里的游客 咦 有个美女 哎呦 长得还挺漂亮 在这荒岛上能见到同位真是太好了 来吧 先买一个抱抱认识一下 方染正在犹豫要不要回应他们 张祥却不爽啊 这是自己就下来的女人 岂能是你们几个王八独子能碰的 她一步上前挡在了方染前面 大手一挥 重重拍在那家伙肩头 幸会 幸会 对面领头这个男的叫王大前 是一家大公司的高层 另外两位都是她的朋友 也属于成功人士 王大前看着张祥暗暗兴奋 一个壮劳力 一个大美女 以后荒岛的日子不会寂寞了 美女可以用来解闷 壮劳力可以用来当牲口 方美女 张老弟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咱们凑在一起 力量就强大了 你们住在哪儿 来 来 跟我走 我带你们去营地 众人走了一劫 前面出现一处营地 张祥大失所望 就在这里安营 周围都是丛林 随时可能冒出来猛兽 而且这里地势较低 如果赶上下雨 肯定会积水 再看那临时搭起来的草房 更是惨不忍夺 摇摇晃晃四处透风 根本没啥用 这里距离水源很近 方便喝水 就是蚊虫太多 昨晚快把我们摇死了 好了 地方看过了 有空我们会来做客的 再会 张祥这样一说 其他人都愣住了 杨老弟 大家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了 为什么不留下呢 你这样太鲁莽了吧 哦 是这样 我喜欢独来独往 不习惯跟别人凑合 方然一时也懵了 看看王大前 又看看张祥 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分开行动 这张祥就是个大坏蛋 臭流氓 单独跟着他 迟早要被他霍霍了 这三位好像都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貌似跟他们在一起更安全一些 可是 一想到真的要离开张祥 他心中静莫名的突然有点失落 王大前看看方然 又看看张祥 似乎明白了什么 杨老弟 你要走就走吧 方美女可不能跟着你 她是我们的荒岛女神 需要好好保护起来 另外两人见老大这么说 他们也起了贼心 这里可是无能荒岛 无法之地 我们三个联手 还怕搞不定美女 这个傻妞 这三个家伙一看就不是好鸟 等到被他们霍霍了 再后悔就完了 搞不好还会沦落成他们的玩物 张祥知道他们的心思 哪能吃他们这台 一把拉住方然的小手 它是我从水里捞出来的 归我管 方然正心中不断鼓舞 自己一定要选张祥 结果被他这么一说 气得险些崩溃 什么 我什么时候成货物了 还归他管 说什么也要离他远点 小兄弟 你这样是限制他人自由 这是犯法的 信不信我回去告你 我回去写篇文章 曝光这个禽兽的嘴脸 直接让他说会死 方小姐 你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理的 张祥根本不理会这三个王八犊子 只是盯着方然问道 你走不走 见方然气鼓鼓地皱着眉头 他的小手使劲攥着 还是犹豫不决 张祥心中一阵遗憾 嗨 能不能选对人 就看他自己的智慧了 张祥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傲然离去 走了一会儿 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你别走那么快 等等我 女总才流落荒岛 几个男人意欲将其霸占 见女人执女鼓 张祥只能纷纷离去 你别走那么快 等等我 怎么 想最后告个别 我还是决定跟你走 虽然你是个十足的大坏蛋 哦 不怕我欺负你了 我可是坏人 没准会受心大发 万一把持不住把你嘎了了 到时候你可不能怪我 你敢 你要敢欺负我 我就 我就 哼 此张祥你就知道欺负我 好吧 我保证不会让你有小宝宝的 你 那也不行 人家还没那个经验 你要敢欺负了我 小心我等你是熟了 咔嚓以下 又喝 你想谋杀心夫吗 那倒不至于 但我会让你办了念想 你等等 走 跟我回去 什么 回去 回去做什么 我们现在反回去 这样多丢人啊 回想起就在刚才 他要去追张祥 却被王大前拦住给他洗脑 那小子一看就是没见过女人的单身狗 你跟着那样的坏人 早晚会毁了你的清白 听到有王大前诋毁张祥 方染心中一阵激愤 本姑娘愿意 行了吗 谁再拦着我 我保证让他当太监 方染心里直犯嘀咕 我已经得罪了他们 如果现在回去妥协 那不是傻子吗 可是 张祥看着他纠结的表情 似乎懂了什么 傻妞 放心 帮你满意 方染不情不愿地跟在后面 有种被渣男出卖的感觉 王大前三人正在大骂张祥无耻 郑和记怎么把美女骗回来 没想到他们却自己回来了 王大前立刻来了精神 准备好好拿捏一下他们 现在想加入他们队伍可没那么容易了 得先确定自己的领导地位 你们别激动 打个结 打结 王大前三个人都傻了 方染也猛了 没听懂 我说打结 你 张祥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这是犯罪 王大前回过神来 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只是有点声色内人 懒得跟你们废话 张祥拿出斧子 狠狠砍在身旁的大树上 大树一阵剧烈摇草 树皮瞬间下落 树叶纷纷坠落 非常恐怖的一击 震的每个人心头都在颤抖 这家伙也太恐怖了 这腰砸在脑袋上 绝对能开瓢 你 你 小兄弟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这是犯罪 打结 挂子 裤子 鞋子 统统都给我脱下来 看着张祥充满杀气的眼神 王大前三人瞬间怂了 赶紧脱去身上的衣物 还要把你们装水的瓶子 都拿过来 你们这样 也太欺负人了 欺负人 来问问我的斧子 有没有欺负人 真痛快 真解气 一会我们把衣服洗干净 咱们回去分脏 对 分脏 方染满心亢奋 越来越觉得跟对了人 来到小溪旁 方染激动的就要畅饮一番 先不要喝 为什么不让我喝 你以为这小溪 只有人类来喝水 这里各种动物都会来喝 别看这水清澈 里面却有大量的寄生虫 细菌和病毒 这样生喝 一会就让你打标枪 弄不好你就挂了 当然 像我这样的钢筋铁味 喝了一般没事 至于你吗 最好别冒险 我真笨 竟然忘了这个 张祥将瓶子在溪水里再次清洗 然后都装满了水 足足有湿级瓶 脏了好几天 终于可以简单的洗个澡 梳洗干净的方染 顿时感到无比的开心 中午十分 两个人满载而归 我们没有烧水的工具啊 你有办法吗 我的确有个土办法 可以试试 但是需要你的帮忙 回到洞穴 张祥则开始制作 他的净水装置 他将一个大号 饮料瓶的底部切开 里面加入干净的棉布 海绵 沙子和木炭 而在一旁的方染 此时却小脸通红 因为那些棉布和海绵的来历 有些难以启齿 看着自己的贴身衣物 被做成了过滤装置 方染修的想要杀人 这水如果被张祥喝下去 那我们岂不是 间接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可不论他如何抗议 张祥渡态度坚决 方染也只能妥协 内衣给我借用一下 那里面的海绵 可是上好的过滤材料 当你流落荒岛 你会用什么办法获得淡水 男人切开一个塑料瓶 然后在里面加入棉布 海绵 沙子和木炭 这水如果被张祥喝下去 那岂不是 间接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看着自己的贴身衣物 被做成了过滤装置 方染修的想要杀人 你在这等着 我去找个烧水的锅 这家伙整这么个大石头 能烧水吗 光把石头烧热都挺难吧 更别说把水烧开了 我说 你这个能行吗 可以的 一会你就明白了 听张祥这么一说 他也很是好奇 一边打下手 一边仔细观察 张祥将一些小的鹅卵石 放在火上烧 再将净化好的清水 倒入干净的石台里 等到小石头 被烧到三四百度的高温 然后用树枝夹出来 扔进石台里 里面的水很快沸腾起来 原来是这样 鹅卵石的温度很高 能把里面的水煮沸 没想到这小子 还挺有想法的 我看电视上 原始人早期 就是这么烧水的 探险家们 也会用这种方法 几十块鹅卵石进去 水被彻底烧开 很快十几瓶水 都变成了两百开 方染一口气 喝下了三瓶水 小肚子直接喝得鼓起来 张祥看着他的小腹 暗暗叹息 只可惜是大海的功劳 不过 早晚有一天将会是我的功劳 两个人正喝得开心 大海方向又响起了 快艇的风铃声 我去 快艇 快躲起来 可能是海盗 张祥赶紧拉着 狂岩水 本以为海盗只是路过 没想到那快艇 竟然在岸边停了下来 张祥屏住呼吸 仔细潮 那几个男人 每个人都带着自动步枪 一个个表情 猙獰地朝着海滩走来 怎么办 他们过来了 怎么办呀 别怕 咱们这里很隐蔽 万一真的被发现 咱们就一起 方染早已吓得全身颤抖 还好有张祥在身边 才没有被吓晕过去 张祥看着几个男人 向着林子伸出走去 脑子里突然蹦出 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看他们应该是 到岛上打猎的 小傻妞 你在这里等着 千万别乱动 我出去侦查一下 不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出来 那你要小心啊 能不能别去 没事的 我自有分寸 可是我一个人 在这里很害怕 那要不 你现在把身子给我 你胡说些什么呀 万一我没有回来 以后 岂不是便宜了别的男人 你 你休想 不理你了 那我走了 你可别后悔 张祥走后 方染失去了主心谷 一下摊坐在地上 他心里很是清楚 万一自己落入海盗手里 将面临怎样的窘境 到时候还不得 把他撕成碎片 想到这方染 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张祥潜入水里 悄悄靠近了快点 只见一个大脯子 男人竟然睡着 嘴里发出巨大的寒声 看到地上的空间 张祥意识到 大脯子肯定是喝醉 随后他四处搜索 突然有红量 船上果然有很多吃的 在确定船上 就一个醉汗之后 张祥一下跳到了船上 我得快一点 万一这家伙醒来 那可就糟了 我这样没要拿一点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就在这时 那些去打猎的海盗 全都折返了回来 只见他们两手空空 看样子运气并不好 什么猎物都没打到 而张祥此时已无法脱身 现在要游回岸上 肯定会被发现 情急之下 张祥只能潜入水边 迅速躲下了船后面 很快男人们回到了船上 鸡里呱啦说着听不懂的话 此时张祥躲在水下 几乎要憋不住气 好在海盗们 骂骂咧咧地驾行离开 直到他们走远 他才想回到水面 看看这次收获的物资 巧克力 肉干 罐头 还有干果 没想到这些海盗的日子 还挺滋润 有了这些食物 够着几天的口粮了 鸭蛋终于不用三天饿就炖了 吓死我了 还好你没事 你再不回来 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 看看这是什么 哇 你带回来了这么多吃的 这可不是给你吃的 要吃东西自己去找呀 死张祥你怎么找 你就分给我一点吗 那可不行 这可是我用命换来的 哼 不吃就不吃 大不了我自己去找吃的 一袋肉干五万 一盒罐头十万 还有黑巧克力三万一块 你要这么贵 你怎么不去抢 这本来就是我 从海盗那里抢来的 行 先给我两袋肉干 和一盒罐头 等回去以后 我立马就转给你 那可不行 谁知道以后什么情况 我可不想要你的空头支票 可我现在没有 况且就是有钱 给你也没用呀 那就给我做老婆 我保证不让你饿死 我方染上市集团公司 总裁身价过亿 没谈过恋案 气质高贵 三维爆炸 你一个没钱没房的穷屌丝 工作了好几年 都没存够十万块 又凭什么想得到我 我可不是那些 涉事卫生的小姑娘了 我给你一百万 分我一些食物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这个人平时对钱不感兴趣 再给你一套二百坪的别墅 张翔本来只想逗逗 这个美女找点论 这万一真把她给饿死了 自己一个人也没意思 没想到方染竟答应 送给她一个大别墅 这万一是真的 那我岂不是赚大了 行行行 看你三天饿酒顿 实在可怜 我就给你些吃的 哎呦 小日子过得蛮不错的 还有这么些好东西 我们也饿坏了 小兄弟 快把那些吃的拿过来 想吃 自己去找 这点吃的我自己都不够吃的 王大前这几天也没找到什么吃的 此时也是饿得心慌 只想赶快填饱肚子 没想到张翔却没给他这个老总好脸 现如今在这个荒岛上 食物早已经成了最宝贵的物资 张翔以前作为一个底层小百姓 本就吃够了人间鸡 现在到了荒岛上 并不是看谁有钱谁就能活下去 他也绝不想再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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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 老子自己都不够吃 想吃自己去找去 你他妈说什么 我要你的东西是给你脸知道不 小兄弟 我再给你个机会 把吃的拿过来 我的气就消了 不然后果自负 我去你妹的 要是回家管你妹要去 你他妈的说什么 给你脸了 王大前瞬间暴目 这个毛头小子前面打结了他的东西 后来想想他们三个人 怎么着也能把他给收拾了 哥几哥 给我弄死他 王大前说完 好好叫着冲我过来 一拳打在了张祥的胸口 别看他人都满了 但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一点力量都没能 张祥就走过去 王大秦一屁股坐在沙滩里 在这里别惹我 我可不惯着你们 见到老大背了 两个跟班很是脑 直接朝着张祥冲了步 张祥刚才打王大秦 是消耗了一半的水 本想用沙鸡镇住 结果那两个家伙还有两下 张祥两人难以四手 很快败下阵来 不仅食物被抢走 就连芳然也被他们带走 你们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黑黑哥几个好几天没开婚了 你可要好好伺候我们 张祥快救救我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惨的荒岛求生 别人流落荒岛都是海贤暴力想念不及 高烟梅里落入相关 而这个人者小伙却做得万分艰难 因物资极度匮乏 三天热净是家常便饭 就连唯一的女伴也被别人羞乱 你们给我等这 早晚见你们好看 看着芳然被炉走 张祥着急想去救她 结果一激动便于不死 等她醒来已经快天黑了 不行 得赶紧找些吃的补充能量 再想办法去找个芳然 希望还应该没事吧 咦 那里是条鱼吗 张祥远远地看到水边有个东西 他高兴地跑了过去 到跟前一看竟是一只王八 脖子上缠了个破鱼王 死了可能有几天了 被水泡的身体都已发白肿大 还散发着一股恶臭 这 这 这可都臭了还能吃吗 但是不吃实在没有力气了 如果把它烤熟了应该就没问题 折腾了半天终于把火烧好了 可当他把王八烤了之后 一股更浓烈的恶臭扑面来 要不是肚子里没东西 张祥非得被熏地吐出来 就这样 张祥边吃边吐 最终还是把王八硬生生地 给塞进了肚子里 你们快放了我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喊呀 你骄傲啊 这可是荒芜人烟的孤岛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哈哈哈哈 阿哥 要不你先来 哈哈哈哈 救命啊 你们这些人渣 你们只要放了我 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 哈哈哈哈 我怎么睡了这么久 天都这么亮了 我得赶快去找芳然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哈哈哈哈 你以后只要好好听话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来吧 给你一袋牛肉干 芳然因实在太冷 又耗费了很多体力 事已至此也顾不得太多 毕竟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张祥一路寻找芳然 没想到却兜兜转转迷了路 就在她累得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哎呀 还是不行 你还要再高一点 还是够不到 突然见到两个女人 张祥顿时异常的兴奋 我说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这里 张祥的出现让两个女人充满了敌意 好在张祥长得并不怎么像坏人 反而还有一点小帅 这时两个女人才稍微放松了一点警惕 你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啊 我是飞机师是幸存者 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们是怎么回事 本姑娘的事情你少打听 我们要摘上面的椰子 你帮我们摘一下吧 你们还真是够幸运的 我在这岛上这么多天了 都没见到椰子 居然被你们给发现了 张祥抬头看了看 虽然这棵树不算很高 但这树干光溜溜的也没办法爬上去 这样 你们两个让我踩在你身上就能够找 什么 你一个大男人踩在我身上 那椰子树这么高 我也没办法啊 不行 我踩在你身上还差不多 也行吧 张祥想了想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毕竟女孩那单薄的小身板 她踩上去可能直接给人家踩骨折 她当即蹲下马步 双手抱在树竿上牢牢的抓住 技术步骤了 先踩在我的大腿上 然后再踩我的肩膀上 我们两个人夹起来大概三米多 你把手伸直大概有四米 应该能够到下面那几个椰子 张祥讲好动作 可没想到你还不想到 自己现在穿的是裙子 如果两只脚踩在张祥的肩膀上 那 那不是要被看得惊过 喂 你还要不要摘椰子了 你再不快点 我可没力气了 这 这也 行吧 待你待会儿不准抬头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快赶紧的吧 我腿都蹲麻了 就这样女孩踩到月峰的肩膀上 张祥腿部使劲无法力 将一百二十多斤的女孩给了钱 我真摘下了三个椰子 用力 再用点力 再往上面点 我说你是不是娘了 再往上点 不行 你要把脚筋扔起来 哎呀 我快不行了 够到了吗 还差一点点 你再用力啊 哈哈 终于够到了 什么情况 你到底摘到没有 张祥忍不住的抬头往上看去 哎 你小心点呀 张祥正说着 眼睛突然瞪着不动 哎呀 我不是对意的 你往哪看呢 女孩尖叫一声 一紧张直接从张祥肩膀上摔了下 好痛啊 女孩捂着自己的屁吗 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 滚开 你这个死变态 偷窥狂 恶心人 小莲 你说的没错 她还真是个猥琐呢 居然偷看自己的那个地方 张祥忍不住 也没有过多解释 拿了两个椰子离开了 看什么看 刚才还没看够吗 光顾着自己喝 就不知道过来帮忙打开 呦 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不想帮你们了 免 算了 本小姐原谅你了 在张祥的帮助下 两个女孩都喝到了椰子 喂 你们叫什么名字 都这么熟了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 我叫司徒南宾 他叫茜草 我叫张祥 目次你们年龄也不大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说了我们的事情你少打听 不该问的不要问 行行行 我不问 你去哪 我不准你走 呦 我想去哪就去哪 关你什么事 张祥说完 身影已经消失在一片礁石堆后面 司徒南宾咽了咽口水 好的 现在要有些吃的就好了 司徒南宾的目光 时不时地看向礁石堆的方向 县草 你帮我盯着点 我去旁边方便一下 司徒南宾突然有了一股尿意 他提起裙子 准备进树丛里解决 只是树林里阴森森的 他又怕遇到毒水 算了 就在这解决吧 司徒南宾犹豫了几秒钟 缓缓提起了裙子 将小内内退了下来 但他的眼睛 却始终看着礁石堆的位置 三条搁浅的鱼 真是可以美美地改善一下伙食了 张祥将鱼用树枝穿起来提在手里 突然看向旁边的树林 准备剪些干树枝烤鱼 司徒南宾一直在注视着礁石群 却不知道张祥会从后面冒出来 张祥张大了嘴巴 目瞪口呆地看着司徒南宾 就在刚才 他什么都看到了 没想到司徒南宾不仅脸长得好看 就连第二张脸也是如此的完美 司徒南宾用极其厌恶的眼神看着张祥 你这个混蛋 你怎么这么变态 居然从后面绕过来偷看我 谁他瞄的 偷看你 我要找树枝烤鱼 我也没想到你会在这随地大狡辩啊 还敢狡辩 哼 张祥干脆也没有再理会他 哼 现在他还有力气 等我把鱼烤熟 到时候我看你还不给我乖乖低头 张祥拿出一根木棍 又忙活了一阵 一缩火苗又被引燃了 有了之前的几次经验 这次倒是没有耗费太多的体力 不多时 烤鱼就开始滋滋冒油 香味肆意 司徒男兵和芡草肚子也是不争气的哭哭脚 看着这三条肥美的海鱼 司徒男兵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他犹豫了一下 实在忍不住了 就朝着张祥走了过去 张祥 我原谅你了 这烤鱼泥给我们分了 之前的事就既往不救了 你生什么 我不需要你原谅 免 你混蛋 张祥拿起一条直接给他起来 这么多天他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么新鲜的鱼 见他吃得满嘴流油 司徒男兵坐在不远处看 他咽了口唾沫 又朝着张祥走了过来 张祥 之前是我错了 误会你了 我给你道歉 你能给我一条鱼吃吗 司徒男兵咬着嘴唇 看着张祥 这一次语气终于软下来了 张祥啃着烤鱼 心想一定要磨一磨他的锐气 抱歉 这三条鱼我还不够吃呢 你要想吃自己去捉吧 张祥 求求你了 我真的要饿死了 说不行就不行 就不可以 司徒男兵深吸一口气 强压住心头的怒 心中暗骂这个家伙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语 那你给我半条 我也不白要 以后你肯定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既然这样 给你拿去吧 你居然把吃过的给我 你拿一条新的给我 你爱吃不吃 张祥啃哼一声 直接把手里的半条烤鱼给扔在了地上 你拿一条新的分我一半不行吗 不行 就这半条 你吃就吃 不吃拉倒 太热了 张祥重新拿起一条烤鱼吃了起来 司徒男兵看着那地上的半条烤鱼 又气又闹 但也没有办法 心中暗自挣扎了一会 却转身走了 没想到这丫头还挺有骨气的 喂 要不我就委屈一下 你叫我一声老公 笑了 我就给你一条鱼 你做梦 别这样梦 你就叫一声老公而已 你想想鱼肉多美味 而且这里的海洋没受过污染 真的是又鲜又美 你确定真不想吃吗 线草在一旁看了半天 肚子也早已饿得发慌 看着张祥一副得意的模样 他一脸期待地走过来 祥哥哥 这样吧 要不我叫你一声老公 满足你的空虚感 你也给我一条鱼行吗 张祥没鸟弹 而是拿出一根树枝踢着牙 张祥 你的意思是 叫你一声老公 就有鱼吃 对 老公 什么 大声点 听不见 点 司徒男兵一张脸上的通红 眼中全是震惊和屈辱 老公 这还差不多 这条给你们 好吃 张祥 还有吗 没了 现在开始 你不准叫我的名字 哪里 要叫我老公 或者相公 要么叫死鬼也行 你 死鬼 还有鱼吃吗 你还真会钻孔子 不过今天没鱼吃了 如果还想吃鱼 那就得付出劳动 我想在这里 建一个庇护所 这样 你们随我一起去砍些木头 哪里 司徒男兵和嵌草之好 跟着张祥砍了几根粗壮的木头 抬了火 张祥四下打量了一番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二话没说 便开始刨坑 没过一会儿 等六个坑挖好 张祥又将一旁的树干 给插了进去 然后用泥土压实 试了一下稳定性 感觉还不错 做完这些张祥 早已累出了一身汗 想想现在又多了两个嘴要吃饭 张祥想着必须要有充足的食物才行 况且烤鱼的美味一直让它意犹未尽 想到小时候父亲曾用竹篓补鱼 于是张祥用竹条也编了一个竹篓 又不知从哪挖了些蚯蚓和泥巴搅和在一起放进竹篓里 又到礁室堆那里找了一个大的水坑 把竹篓用藤条拴住扔了进去 回来之后张祥带着两个女孩继续搭建房子 等到了晚上一个房子的雏形已弄得差不多了 这种体力火 十分的费劲 他们的肚子早就咕咕地叫了 你们两个再去解决干脆 我去看看弄些吃的 张祥走向了海边的鱼龙 扯了扯固定的藤条 感觉鱼龙还在 张祥这才松了一口气 心里也暗自祈祷一定要有鱼 不然今晚又得挨饿了 随着张祥扯动的藤条 鱼龙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六七条小鱼赫然出现在鱼龙之中 看见果真有鱼 张祥不由地高兴起来 他把小鱼直接剖腹清洗干净 随后又将鱼的内脏装进鱼篓中 继续丢在了之前的地方 吃完烤鱼 天也黑了 累了一天的张祥只想睡觉 你们快放了我 不然一定会让你们遭报应的 呦哼 报应 还是让我先报应报应你吧 你混蛋 不要不想了死 就得让我们满意 不要啊 你们两个先休息 把门从里面关好 我没回来 千万不要开门 你要去干什么 我要去找一个朋友 这么说 这个岛上还有其他人 是的 在遇到你们之前 他们抢走了我的食物 还抓走了我的朋友 这样 我们跟你一起去 不行 那几个家伙可不是好东西 我可不想让你们也搭进去 也太小看我们了 我们可机灵着呢 我们现在也是三个人 难不成还怕他们 对呀 我们可以各个击破 一个一个解决他们 行 既然你们不怕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张翔带着司徒男兵和倩草 向着小岛的另一边走去 经过两个小时的寻找 终于发现了他们 张翔躲在暗处观察了一下 周围的情况 只见三个男人正在聊天 而方染却被他们用绳子绑在一旁 这样 我们在这边做个陷阱 然后把他们引过来 回想起小时候 村民们曾用陷阱抓野猪 张翔便快速地挖了一个坑 又用树枝把上面盖好 然后再撒上沙子 张翔又给两人交代好细节之后 司徒男兵便向着他们的银币走了过去 嗨 你们这有吃的吗 几个人正想睡觉 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美女 他们顿时来了精神 如果能把这个女的也抓过来 那岂不是又能再多点乐子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这样 我们玩个游戏 你赢了我就告诉你 哈哈 你想怎么玩 就玩 大王 你来抓我呀 抓到我就告诉你 嘿嘿嘿 哦 你们快 快去把他给老子抓回来 司徒男兵直接向着陷阱跑了过来 看见地上的记号 司徒男兵一下跳了过去 你别跑 快给老子站住 来呀 来抓我呀 我看你忙哪跑 你从那边过去 眼看两个人对他形成包围之势 躲在一旁的张祥星也提到了嗓子眼 这要万一计划失败那可就麻烦了 哎呀 我的脚 好疼呀 男人一看机会来了 这下他可没法再跑了 心里一激动完全没有注意到脚下的陷阱 这怎么会有个大坑 快来救我 另一个男人见同伴出现了撞换 敢忙过去想要帮忙 这时躲在一旁的张祥迅速跑了过来 嗨 你们两个快来帮忙 走吧 我们去救方人 赶快放开他 腰狠 你小子冷奈了 还敢跟我叫板 别看了 你那两个小弟已经给我解决了 王大前已经立刻死了 论打架他可不是张祥的对手 还没等他 张祥上来就给他一个大坑 别打 别打 别打我 大哥求你别打了 是我不对 不就一个梁门吗 我这就把那个小梁门还给你 张祥 你怎么才来救我 你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吗 把你的斧子借我用一用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张祥 这两位姑娘是谁呀 哦 这是我昨天在找你的路上遇到的 这次多亏了他们帮忙 好 我们走 离开这里 对了 还有两个家伙在哪里 在那边被我绑着呢 你们先到前面等我 我去去就来 好了 我们走吧 我们三个女的 你一个男的 这么小个床 我们怎么睡呀 这还不简单 我们三个女的睡一边 张祥一个人睡另一边不就行啊 张祥 你出来一下可以吗 怎么了 芳然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祥 你能陪我去水边一下吗 我想去洗个澡 不然我没法和你睡在一张床上 对不起啊 芳然 都是我不好 受害你一个人 受了那么多委屈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别多想 你放心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走吧 我现在就陪你去 就在这里吧 你转过去 不许偷看 好好好 我不看 我给你放哨 我去了 你不许站过来 要不然把你也咔嚓了 行行 你快去吧 哼 你说不看就不看 看我不整整你 有蛇 水里有蛇 哪里呀 救命呀 小心 我来了 蛇呢 在哪里 原来是个树枝 是我看错了 你呀你 大惊小怪的 快放我下来 对 我对呀 你怎么知道有蛇 你是不是偷看了 说刚才是不是偷看了 呃 这个嘛 我刚才 我全看到了 哈哈 你 你给我站住 看我不咔嚓了你 张翔 你以后会对我好吗 当然了 只要你答应做我老婆 我保证以后会好好对你 你 坏死了 不理你了 我们快回去吧 等等 怎么了 你刚才是不是答应做我老婆了 谁答应了 我可没答应 我不管 这里没人打扰我们 何不再这浪漫一下 再回去 这不好吧 来呢 我保证让你做最幸福的女人 啊 好啦好啦 我求饶还不行吗 你都折腾好几次了 我们快回去吧 不着急 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我们再多待一会 张翔你快起来 我总感觉有东西在看着我们 那是什么 不好 是只柴狗 张翔大惊 身体猛地震了一下 因为他知道 柴狗都是群体行动的 既然出现了一只 说明周围还会有更多 张翔一时也不敢贸然逃跑 赶忙捡起一根木棒递给芳然 自己又迅速捡起一块石头 钻在手里 走开 你赶过来 宝子弄死你 怎么办 我好怕 现在能看到一只 不知道还有没有 大的柴群 有可能二三十只的时候都有 那怎么办 我们岂不是要玩了 别怕有我在 不会让你有事的 去死 快走 你们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这么慌张 外面有柴狼 什么 柴狼 他没有追过来 没有对我们发出迫切的攻击 说明他还不是太恶 没有发出嚎叫来召集同伴 可能对方同伴不多 我们暂时不用担心 今晚我们只要把门收好 等明天我们再用石头把房子架构一下 抵御他们应该没问题 第二天 张翔带着几人将房子四周都用石块做了架构 又用木棍围着木屋做了一道栅栏 虽然不是很高指到大腿的高度 但也可以有效地增加了防御 只要他们敢跳进来 我们就从墙上的小洞把他们刺死 有石墙和栅栏做防御 今晚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去看看弄些鱼回来 张翔 我跟你一起去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们在家等我回来 不行 我要跟你一起去 那你们两个去吧 我和茜草去看看附近有没有野果 那行 你们不要走远 要是遇到危险就大声叫喊 行 我们机灵着呢 还不错 今天收获不小 不仅有鱼 还有些小螃蟹 张翔 你真棒 什么 你刚才叫我什么 叫张翔呀 你怎么能还这么叫我 该叫啥你不知道吗 不叫张翔叫什么 难不成还叫你死鬼 我看你是皮咬啊 先收拾 阿救命 你坏死了 又欺负我 谁叫你不听话的 该叫我什么 老 老公 你叫的这么好听 我看你就是先收拾 张翔 起来了 你看天都快黑了 我们快回去吧 好 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 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不错 这是芭蕉 你们在哪找到的 就在后面的山上 今天可真是大丰收 有鱼有蟹 还有芭蕉 终于可以美美的吃一顿了 张翔将食物烤熟 几人美美的吃了起来 这时门外又突然传出了响声 张翔从门缝看去 正是昨天遇到的那只柴狗 怕什么 干它 尼玛 要是有趁手的武器就好了 当年老子可是打得这些玩意四处逃命呢 没有弓箭 没有猎枪 甚至连一把刀都没有 张翔也不敢出去硬拼 想到要放在以前 有医疗条件 干掉两三只柴狗还是能做到的 要是受了伤 回去缝上两针 吃几天消炎药就好了 可是现在万一被抓伤咬伤 一旦伤口感染 那基本就被判了死刑 想到当年 又想到现在在自己女人面前却很没面子 他更是生气了 你还敢来 我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 别跑 张翔怒吼一声 一手拿着长矛 一手拿着石斧就猛冲了过去 那柴狗被戳中的一次 已经受了一些伤 动作一瘸一管 他万没想到张翔和气息 还如此 吓得呜呜地发出一阵哀嚎 这个小伙不要命地拿着长矛 向着柴狼冲了过去 因为他要像男人一样 保护身后的三个女孩 可受了伤的柴狼 突然停下发出痛苦的声音 小伙不知这是柴狼的阴谋 还想着这次终于可以吃顿烤肉 气死 这是狗急了 跳墙 还是他有什么阴谋 不好 上当了 张翔只感觉黑暗中一阵躁 几条飞运快速地从草丛里跳 没想到这群柴狗还会挡覆激战 这下麻烦了 翔哥 你们千万别出来 翔哥老子动 那就一起上啊 张翔知道自己也没有退 如果这个时候认识 他瞬间会被撕成碎屏 张翔转的拳 一是比实力 发出了气势 张翔不断地发出木 下的六只柴狗竟然不被上去 只是将它围住寻找的机会 张翔 小心 张翔 你可不能死啊 他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这些柴狗 不行 我得想办法帮帮他 这和木棒的威力还不够 你们两个快把衣服脱下来 快点 真可忍 孰不可忍 他怎么不跑 他为啥不跑 这不可学 一声清脆的响声半死着惨叫 柴狗的脑袋一下不及时 瞬时间脑浆洒了 剩下的五只柴狗 见状了一阵阵毛不足 全都吓得呆在了原地 也不敢再发动进攻 来啊 不想死的就来啊 张翔用尽所有的力气发出 柴狗哪里见过这样的怪 一时都被吓死 一个对家妻尾巴骂骂咧咧地走了 张翔这才有机会喘上一口气 发现芳然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本想表凉凉 走上前却发现芳然一阵呆 一声发动物已经被吓死 一声发动物已经被吓死了 张翔行动地将她一步抱起来 将她放在床上慢慢地 走上鬼和不浪的 对不起 我太没出息了 一害怕就哭了 不哭不哭 你是女英雄 方姐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要不是你拿着火把冲出来 我现在可能连个渣都不剩了 那几条柴狗都被翔哥打费了 我想他们再也不敢来了 翔哥今天多亏了你 要不然我们就完了 我们的命是你给他 以后你想要我们做什么都行 好了 今天主要还是多亏了方人 这样 你们先睡 我来放哨 以防他们再来搞偷袭 要不翔哥你去睡吧 我来放哨 行了 别争了 去睡吧 过后要是安全 我也就睡了 老公 你醒了 他们两个呢 他俩一早就出去找野果了 我还让他们多捡些干柴 一时半会不会回来 那正好 我鲜的小肚子胀得好难受 快来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你肯定是昨天生好吃多了 一会吐出来就没事了 小草 小草 你先摘着 我到旁边叙叙一下 行 你去吧 注意这点 小心背蛇咬 知道了 你们怎么在这 冰儿 真的是冰儿 你还活着 哼 我活不活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真的还活着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对了 你不是去迪拜了吗 为什么在这里 你们又是怎么回事 嗨 听说你去了迪拜 我们就买了船票想要去找你 结果我们的船遭遇了风暴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救援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冰儿 我们对不起你 爸求你原谅我们吧 你跟阿涛好好过日子吧 我们早都分手了 要过你跟他过 我可不跟他 嗯 傻呀 我说老头子 他要是不同意 你就把八十八万彩礼还给我 还有你们这一路的花销 一分都不能少 张涛 你别在这耍无赖 是你劈腿在先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冰儿 爹对不起你 那个彩礼我一分没动 本来想着等你们结婚了 偷偷还给你压箱底 可没想到接了个什么 公安局的电话说 我涉嫌什么洗钱 让我接受调查 结果 结果钱就没了 你妈不知怎的 已经发烧了两天了 这可怎么办呀 张涛 你给我听好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欠你的钱 回去以后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 现在得先给我妈治病 你把我妈背上 我们先安顿下来 再想办法 欠草 我们先回去吧 他们是 他们是我家人 先回去再说 老公 以后还是不要给你吃海鲜了 吃坏了身子 半天都吐不出来 哈哈 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就好了 我投降 我投降 翔哥 翔哥 你快看看我母亲怎么了 你母亲 这二位是我的父母 他们的船也遭遇了海啸 快先把你母亲扶到床上 晚上 等他们都睡着的时候 我们悄悄去旁边小树林 到时再好好谈谈条件 当然 阿姨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 紧接上级 司徒男兵遇到了自己的父母 见母亲昏迷不醒便找张翔求救 阿姨肯定是受了风寒感冒 现在烧得很厉害 再不就知 怕是有生命危险 我们的那艘船上应该有急救药品 可是传出事以后 现在被一个叫风哥的给控制了 他霸占了所有的物品和资源 我们想要拿到药品 怕是不那么容易 去找药品 怕是来不及了 你用湿毛巾给你母亲擦拭前胸和后背 还有腹骨沟和脚底板也要擦 我去外面采点鱼心草煮了水 再喂给他 冰儿 真的是你吗 妈不是在做梦吧 妈 你醒了 这个小伙子是谁 妈 你这次病了多亏了张翔 是他给你煮了草药 才给你退了烧 呃 好 这次谢谢你了小伙子 不用客气 虚手之劳 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先歇着 我们去搞些吃的 好 辛苦你了 冰儿 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嗯 我问你 你们之间没发生什么吧 唉 妈 你问这做什么 我看你看他的眼神不对 他一看就是个穷屌丝 你可千万不要对他有想法 我跟你说阿涛那孩子不错 虽然以前犯过错 但总体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 他爸可是做房产的 我希望你原谅他跟他好好过日子 你好了我们也好不是吗 再说吧 唉 你们不是去找吃的了吗 你都听到了 对不起啊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本来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们和好吧 你别做梦了 不是不会和你和好的 现在我们的人多了 其实好事也是坏事 好的是人多力量大 那些野兽不敢轻易骚扰我们 坏的是食物需求也变大了 要想活下去 需要有充足的食物 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 以后大家要听我统一调配 哎呀 等等 你算个鸡毛玩意 要听也要听我的 阿涛啊 阿姨肚子都饿了 你是参加过荒野求生的 还得了冠军 能帮阿姨弄点吃的吗 of course 当然没问题 看我的吧 宾儿 你还傻站着干嘛 快跟上 你赶紧给我过来 免得阿涛误会 是的冰儿 快来妈这里 小草 你干嘛呢 过来啊 我们是一伙的 我们阿涛很会捉鱼的 还有你 方小姐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不了 我的小祥祥不会要找我的 方总 听说你是大老板 但毕竟还年轻 以后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 比如我儿子 也是做大生意的 回头我介绍给你认识 快过来吧 别被一些屌丝给骗了 有些人嘴上吹得厉害 实际上一点本事都没有 谢谢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行 那你好自为之吧 阿涛 你到底行不行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饿了好几顿 浑身没一点力气 不然我早就捉了一大堆鱼了 孩子 不用解释 我和你叔叔完全相信你 这两天都饿瘦了 明天你肯定能抓到鱼 冰儿 你要干嘛 爸 你们饿了这么久 我去找他们借三条鱼吧 别找他借 我可是要面子的人 现在怎么能有脸找他们借东西 老头子 别管了 让他去吧 先把肚子吃饱了再说吧 我现在看啥都是虫眼 大不了下次抓了鱼 多给他还两条 好吧 只是我觉得太丢人了 翔哥 可以借我两条鱼吗 借个忙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回去吧 借你两条鱼都不肯 你怎么这么小气 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四十岁的女人正是如虎之年 而她家老汉又年龄大 长期得不到滋润 所以脾气火爆 老婆 小丽 你们回来 我们要有骨气 不要求她了 真香来我喂你 好的 恩真好吃张嘴 这块鱼烤得焦黄酥脆 来我也喂你一块 你可要多吃点 张翔很快就烤好了两条鱼 和方染相互投胃 亲密无比 方总还是太年轻了 以后他肯定会后悔的 老头子 都啥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咱们应该解决吃饭的问题 白死了 还能怎么解决 只能等阿涛这孩子 帮我们捉鱼了 是不是啊 阿涛 对 我明天一定能捉好多鱼 我们先睡吧 梦里啥都有 好饿 阿涛 我们赶快去捉鱼吧 你们去吧 我身体不舒服就不去了 小兄弟 只要你给我们捉几条鱼 我就让冰儿和你交往 抱歉 我对他没兴趣 那 那你到底要怎样才肯 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张祥虽然用力地摇头 嘴上说着不要 但目光却很诚实 被对方傲人的身材所吸引 虽然快四十岁了 但平时不怎么干活又懂得保养 身材相貌都不比年轻女还差 更何况 他还有成熟女人独有的韵味和恋爱经验 张祥 好孩子 只要你在荒岛上保证我们的食物 我什么都可以和你交换 你 明白吗 怎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呃 这个 老公 我回来了 这样吧 小翔子 晚上 等他们都睡着的时候 我们悄悄去树林里 到时再谈谈条件 当然 不论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 记得晚上见啊 我说阿涛 你看准的再扎行不行啊 你个老头子 不是我扎不准 是我实在是饿得有些发晕 嗨 算了 这鱼就在眼前都抓不上 还是回去挖野菜吃吧 阿姨 等一下 这条鱼虽然有点小 但垫垫肚子没问题 啊 那就谢谢你了 方小姐 阿姨 给我吃 我肚子饿得好难受 再不吃东西就要死了 快让我吃一口 不然我真的要死了 不行 我也要饿死了 老婆 给阿涛吃 阿涛看着真的好难受 你现在对他好 以后他也会孝顺我们的 对 妈 给阿涛吃 他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去搞食物 阿姨 叔叔说的没错 见到我最艰难的时候 你帮了我 以后我一定会像亲儿子 一样的孝顺你和叔叔 行了 拿过来吧 阿涛 吃吧 吃了再去捉鱼 给我留一点呀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吃完了 我还没尝到啥味呢 媳妇 刚才你居然捉到了一条鱼 还挺厉害的 那当然 我也不是吃素的 还差得远呢 这样吧 这回没事 我教你捉鱼 张祥说完 拉着方染去了浅海区 奇怪 鱼明明就在那里 为什么总是扎不住 鱼在水中有折射角 我们看到的鱼是反射的光 看起来很近 确实虚相 也就是说实际上鱼的位置离它的影子更远 啊 明白了 嘿 中了 这个方法果然走小 刚才某人不是还说要教我的吗 嘿嘿嘿嘿 是我在教你啊 你看就这样 偏移三十五分 你看 又中了 明白了吗 张祥一边教 一边捉 很快两人就捉了十几条 这三条鱼给你们吧 我建议不要给阿涛吃了 你给它就是浪费食物 好 谢谢你们小帅哥 白贵方拿着三条鱼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张祥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丝魅笑 现在在看准女婿张涛 就是长了一身没用的肉 看了就倒胃口 唉 真下头 还有那个老不死的老头能干个啥 老婆 赶紧把鱼烤了吧 我们都快饿死了 这三条鱼不大 也只是勉强让他们塞了个牙缝 吃完甚至感觉更饿了 时间流逝 夜幕很快降临 张祥靠在椰子树上休息 但微眯的目光 却不时扫过白贵方的阵营 张涛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给他们画着大笔 冰冰在旁边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 很快到了半夜 沙滩上响起了一阵呼噜声 白贵方看向张祥 指了指树林的方向 眼不见为近 我现在已经有风染了 不能那么干吧 妈的 管他呢 是他主动的 不去 我还是不是男人 那样他也不敢把这事说出去 小帅哥 你说吧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才能让你长期提供食物 哼 你之前不是很刻薄吗 现在学会低三下四的求人了 小帅哥 你说吧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才能让你长期提供食物 哼 你之前不是很刻薄吗 现在学会低三下四的求人了 小帅哥 之前确实是我小看你了 我给你道歉 之前是我不对 现在反正他们都睡着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 而且我已经做过手术了 你不用考虑后果 那岂不是说我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哼 你一个二十岁的小瓜蛋子 怎么可能是老娘的对手 略施小技就把你骗得上钩了 以后的食物就不用愁了 也罢 反正这笔交易 既能满足肚子 又能满足身体 何乐而不为 帅哥 过来啊 我们得快点 他们要是醒了 我们可就完蛋了 管他呢 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张祥正要发起进攻 只见树林深处 一对对绿色的眼睛亮了起来 狼 有狼 快醒醒 狼来了 所有人都叫醒了 真的有狼吗 你们躲我后面干嘛 他们会吃人吗 阿涛 你是荒野求生的冠军 虽然不会捉鱼 但应该知道怎么对付野狼吧 我不知道啊 我荒野求生的时候 没遇到过这种生物 快看 他们好像走了 帅哥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你们去哪 不关我的事 但我和方冉要回房间了 你们最好找个山洞 这样就不容易被野狼半夜 把你们叼走 还是张祥队伍好 只在乎我一个人的死活 慢着 别这样 我们面对野狼就要齐心 不能再拉帮结派了 拉帮结派 不是你们自己拉帮结派在先吗 那好 我来分配任务 今天晚上 你们两个男的负责守夜 女同志们和我进屋休息 明天我们还是去找一个 空间大一些的 能防守的山洞 总被这些野兽骚扰 也不是办法 大家没意见吧 凭什么 只拿你当领导了 如果你不听话 那明天就别跟着我们 自己留在沙滩上 在荒岛上 落单就意味着死亡 这次就先听她的吧 老藏人你放心吧 进入丛林后 我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绝不会比张祥差 因为我参加的是丛林求生 又不是沙滩求生 所以那小子 也就在沙滩上 比我厉害一些 小翔翔 刚才没弄成 等咱们找到 稳定的营地后 我不会亏待你的 到时你可以随便弄 只要不让别人发现就行了 小翔翔 你帮我插一下好吗 我力气小 插不进去 这个简单 从鱼的嘴巴插进去 再从尾巴穿出来就行了 你试试 这下行了 谢谢你小翔翔 老头子要值夜 给他们烤一条鱼半夜饿了吃 行 我去睡了 完了你自己过来吧 嗯 还是老婆厉害 搞交际是一把好手 只要她在 那小子就会给我捉鱼吃 好家伙 让你值夜 你睡觉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们五个人 现在就往树林深处走 早上凉快走起来不热 到中午树林里 就会像中荣一样 到时候我们再休息 啊 不带上张涛吗 这个废物一点用都没有 带上也是累赘 如果你要带着它 我们只能散伙了 这 好吧 我同意 不好 睡也冷吗 刚才一睡醒 沙滩上就我一个了 你们为什么要丢下我 为什么 给老子闭嘴 不然会把食肉动物也来了 你来得正好 去前面开路 凭什么 刚才肯定是你出的坏主意 现在还想让我开路 不开路 下次我还会把你丢了 因为你没有任何价值 好热啊 我快走不动了 我也是 还有多远呢 你们听 有水声 这会天也热了 出了一身汗 我们去洗个澡吃点东西 哇 这里好漂亮 终于可以好好洗个澡了 你别看了 去请些干柴过来 我去捉鱼 说说去生活 我们分工合作 老头子 阿涛捡干柴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意外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我俩在这里烤鱼就好了 对呀 这小子怎么还没回来 小翔子 谢谢你为我们提供食物 阿姨也没什么可报答你的 如果你想的话 一会儿 找个机会带我去上游 避开他们 我洗得很干净 别这样好吗 你怕啥 我知道你经常在后面偷看我 当我不知道嘛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做过手术 你想怎样都行 完了我再去洗个澡 不会有人知道的 这可是在荒岛上 你就别太客气了 阿姨 这件事 等以后再说吧 现在我脑子很乱 没事 你别担心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现在可以先拿点利息 不会有人看到的 叔叔 我刚才应该是太累 才睡着的 所以你别怪我啊 唉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啥事也弄不成 捡个干柴都能睡着 小翔翔 我帮你吹一下 好不好 不用了 来 别客气 阿姨喂你吃海鲜 现在已经不烫了 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们也吃吧 鱼都给你们烤好了 我的小翔翔 来 阿姨喂你 妈 你干嘛呢 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这么多人都在呢 这有什么 小翔翔 我们全指望你了 所以服饰你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吃啊 我已经帮你吹凉了 冰冰冰看着对着张翔跪舔的母亲 心里也明白 没有张翔 他们都会死 于是他也撕了块鱼肉 放在嘴边吹了吹 递到了张翔面前 张翔咽了咽口水 他倒是很想吃 但想到芳然正看着自己 吓得没敢张口 老公辛苦了 要不要我也一起喂你 好了 你们自己吃吧 用芳然伺候我就行了 寄死我了 奔安 给我拿条鱼过来 凭什么 你一个臭屌丝 能同时获得三个美女青睐 而我堂堂富二代 连看都没人看一眼 我说老头子 你那媳妇对那小子 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呀 你放屁 你阿姨是为了食物才讨好张翔的 他们两个能有啥事 行吧 到时候头上长草了 别说我没提醒你 现在大家也吃饱喝足了 我们继续寻找山东 张翔 你去前面开路 是 翔哥 等一下 我觉得吧 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两人一组 同时向上下游去寻找 剩下的留在这里侧应全局 这样是不是更好呀 小翔翔 白阿姨说的也有道理 那这样吧 我来分配任务 叔叔和张涛去下游寻找山东 我和白阿姨朝上面走 方舍留下来善后 大家没意见吧 小张啊 我还是和我老婆一组吧 你和阿涛一组 这样也行 我说老头子 小翔翔和张涛能搞到一起去吗 只怕还没找到洞穴就打起来了 但你和张涛就不一样了 你们关系好 可以搞到一起 而我现在和小翔翔的关系也不错 也能搞到一起去 老婆 还是你会调度 那好 我们就朝下游走了 走吧 小翔翔 我也带你去找洞穴 而且要有水源的洞穴 好吧 我们也出发吧 停 怎么了 小翔翔翔 你想在这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总感觉到竹林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禁止我们 会是什么呢 这样 我假装去竹林里方便 去看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 不会是我家老头子吧 应该不是 你就在这里等着 谁 给我出来 不然我用长毛射你了 啊 不要 不要射我 一声惊恐的声音响起 一个衣服破烂的女孩跑了出来 张翔定睛一看 这女孩大概十四五岁 身上的衣服早已破得不成样了 腿上也刮了很多伤口 就是你 刚才在坚持我 嗯 那为什么不出来和我们会合 哦 我怕你是坏人 张翔没想到这小女孩年龄虽小 做事却非常谨慎 这也怪不得她 她原本是和一个光头男一起冲上沙坛的 前面一两天还好 那光头叔叔照顾她 可没两天 那光头就变了 她就往树林里跑 光头就在后面 直到昨天她才甩掉了那个光头怪叔叔 放心吧 我是好人 走吧 跟我出去 这怎么又带了个电灯泡出来 今天看这个情况 估计又弄不成事了 哎 真没想到又找到一个同伴 她也怪可怜的 如果我们不帮她 这小丫头熬不过几天的 你是老大 你决定就好了 小妹妹 咱们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大的山洞 那样我们就安全了 一会回去 我给你烤一吃 哦 窝眼镜尖 在前面帮你们看着 好说 小妹妹还真是懂事 小翔翔 本来想请你品尝海鲜的 现在这情况怕是也没办法了 别这样 现在我要把精力留着找山洞 如果 如果你真的想 等咱们安定下来再说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嗯 对 到时候你就有时间了 你看前面那个小丫头没 你如果有想法 到时我会帮你做通她的思想工作 在文明社会 白桂方是个要面子的人 因为四周都是熟人 可到了荒岛上 人的本性就展露无遗 最主要的是 她还想指望张翔以后一直养活她 所以她会尽可能的想办法讨好张翔 阿姨 可不敢胡说 那还是个小丫头呢 你再这样 我可就要跟你翻脸了 你看你急什么 阿姨就知道你个小年轻还放不开 你可知道在古代 很多女孩十三四岁就嫁人了呢 这又是荒岛上 你没必要拿文明社会那一趟说事 我懒得和你说了 小妹妹 你等等我们 快看 那里好像是一个洞穴 太好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还不错 这里应该可以当成落脚点 这是啥 这有点像二战十七士兵的头盔 太好了 这个头盔把它洗干净 可以用来烧开水 煮鱼汤 你这个主意不错 那就收着吧 咱们回去把其他人叫来 我们暂时就在这里落脚了 你干什么 嘘 别出声 你快松开 你干什么 嘘 别出声 你快松开 我松开 你别出声 这里可是危机四伏啊 以后你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快走吧 老公 你终于回来了 老婆 太好了 你们去了那么久都没回来 你可担心死我了 有小翔子在 不用担心 就是走得有些累了 小妹妹 有点面熟啊 你也是有轮上的人吗 好了 阿涛 阿涛 你走开 别吓他 他是我们刚才在林子里遇到的 我叫张翔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谭谭 好可爱的名字 可你的长相倒是挺官配的 不要笑人家 好好好 我不笑了 还有个事情告诉大家 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个洞穴 大翔还可以 够我们几个居住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收拾一下就过去吧 还有 这次你们谁在前面开路 翔哥 当然是我开路了 以前不都一直都是我吗 张涛拿着长毛走前面 其他人紧随其吼 张翔走在后面 随时警戒着两边的树林 因为他知道食肉动物都是伪装大石 他们一般不会正面捕杀猎物 都喜欢躲起来当老六 一旦他们发动攻击 通常都是一口风吼 很难逃得掉 而团团见到过那只棕熊 所以一直跟在张翔的后面 他或许年龄还小 但越是弱者 越能嗅到强者的味道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听到了瀑布的声音 到了 就是这里 真不错 有草 有水 简直就是最好的栖息地 我们要先把洞穴清理一下 我需要一些干树枝 越多越好 我猜你是要在洞穴里放火 把隐藏的毒虫都熏出来对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打扫干净 我们住着才放心 张涛 这把斧头给你们 你和叔叔负责砍几棵树 必须给洞口装一道门才安全 现在 我要所有人齐心协力 人多力量大 你们把树干树枝和木头 给我弄过来 至于后续怎么造门 就交给我了 不好 怎么了 只见团团正捂着嘴巴 指着地上的半具尸骨 现在他们都睡着了 我转过身去 我们悄悄的 不会有人知道的 好吧 此时此刻 我也只有舍命陪夫人 豁出去了 紧接上级 团团在沙地里发现一具尸骨 自私体有些年头了吧 至少死了几十年了 这时张祥注意到了 尸骨旁边的一把 袖姬斑斑的匕首 虽然历经了几十年的沧桑 把它磨一磨 还真是一件不错的防身武器 好了 大家继续去忙吧 别耽搁时间了 天黑之前 要把洞穴布置好 张祥在洞穴里将火点燃 请客间整个洞穴 被大火吞噬 藏在缝隙里的毒虫 瞬间都跑不出来 晚上休息的时候 留下一个人放上 其他人全部到洞穴里去休息 老公 你跟我来 怎么了 媳妇 现在你身边有这么多女人 你老实说 有没有对他们有想法 怎么会 我有你就够了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我信你才怪 哟 你还敢吃醋了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老公 咱们回去吧 好 走吧 他们也该睡了 祥哥回来了 阿淘 你怎么不进去睡啊 我和阿涛一起守夜吧 我年纪大 瞌睡少 那行 这样做个伴也好 你就和阿淘一起守夜吧 这非要我挤在中间睡吗 张响小心地躺在甘草上闭上了眼睛 而他的左手边就挨着白桂芳 右边则睡着芳然 不知过了多久 张响隐约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 现在他们都睡了 我转过身去 我们偷偷的 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去 什么鬼 这谁顶得住 真要这样吗 这也太疯狂了吧 好吧 此时此刻 我也只有舍命陪夫人 豁出去了 不好了 你们快醒醒啊 快走开 我的妈呀 这家伙也太恐怖了吧 不好 快 大家全部醒醒 爸 老公啊 冰儿 你别去 妈 你放开 爸有危险 我要过去帮忙 冰儿 别 妈求你了 你别过去 怎么办张响 我去跟他拼了 不要去 是啊 大哥哥 你不要去 此时 纳飞就正义步步向着动物离来 爸 你快跑啊 别和他对峙 畜上 我和你拼了 不要去 你们快躲到里面 强风系里面去 黑熊的身体很大 他举不进去了 你个混蛋快回来 我要去送死 这黑熊看到张响后 突然一下站点热气 差不多有近三米高 对着张响发出一阵抗训 一股腥臭的热风 把张响的头发都吹直了 气死了 只见张响怒吼一声 跳起来就像黑熊的眼睛扎曲 干不过 还是保命要紧 小伙子不量力 竟要徒手对抗 重达五千斤的棕熊 但在绝对实力面前 任何的自大 都是自寻死 完全打不过 还是先保命要紧 你们几个弄着干嘛 往里面钻 快点 好在这个山洞里面 有一个大的裂缝 几个女人听到张响的吼声 这才手忙脚乱的朝醉里面钻 团团身体最小 所以第一个 其次就是芳然的身材比较纤细 然后是芡草 冰冰身材稍微饱满一点 排在第四 白贵方的臀部比较大 所以只能挤在最后面 张响也不甘落后 他怕被飞行的力尘抓到 只能用身体狠狠地 在白贵方后面使劲撞击 妄图把几个女人 再往里面挤进去 先好给他腾出点位置 喂 还能再往里进去点吗 不行了 我要被击扁了 里面没空间了 冰冰看到了张响正在拼命地撞击 忍不住尖叫起来 张响 你不要对我来看样啊 看你把我妈都要撞伞架了 小翔翔 你醒了 你走开 你太远点 张响正准备起身 可左胸却一阵钻心地疼痛 完了 我这是受内伤了吗 张响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在荒岛上受内伤 这是会要命的 哈哈哈哈 老头子 你现在你起不来了 张响也受了内伤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你们要全部听我的 阿桃 不是我说你 刚才黑熊来的时候 你如果跟我站在一起 说不定能下退的 你为什么就逃跑了 哎呀 什么 逃跑 你敢说我逃跑 我 我明明是想用自己的身体把黑熊引开 但黑熊不朝我追来 我有啥办法 张汤 你怎么就捉一条鱼 那我们吃什么 哼 要我照顾他吗 对 只有他的伤好了 我们才有活路 那 那好吧 团团没有照顾过人 干脆学着大人的样子 用自己的腿给他当枕头 张翔顿时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 他感觉得出来 这就是厨子独有的香味 让人心旷神疑 小妹妹 等我养好伤 给你说鱼吃 行 那你就快快好起来吧 哼 小妹妹 小心别被色狼给骗了 那家伙就是个渣男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居然对我的丈母娘有想法 但我不知道吗 你闭嘴 我就不闭嘴 我就要说 张翔 你自己摸着良心说 你是不是想要白阿姨 毕竟他虽然快四十岁了 但那身材 那气质 哪个男人能没想法 除非他不是男人 阿涛 不准你胡说 我比他大那么多呢 他对我只有尊重 并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想法 白阿姨 你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 这小子别看他看起来老实 你们可要防着他一点 别被他的外表给蒙骗了 阿涛住嘴 你不要再说了 张翔不是那样的人 小崽子 你再满嘴喷饭 就别怪我 让你长长记性 你个受伤的残废 还这么嚣张 正好了 今天我让你知道 谁才是老大 面对鸡风吧 怎么样 扶不扶 我扶你妹 不扶剑 看我不废掉你的羊 阿婷 我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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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涛虽然嘴上说着扶了 但语气中全是怨气 张翔也懒得和他计较 自己受伤这两天 这家伙可能还有利用价值 扶了就起来 按照我的要求 重新去砍些更结实的木头回来 我们这个大门 要重新加过 才能抵御像昨天那样的猛烧 还有长短要合适 不能有一厘米的误差 天黑之前完不成任务 我就把你扔外面为了 哇 翔哥哥好厉害啊 我还以为你打不过阿涛呢 没想到一只手就把他给打败了 我好崇拜你啊 那是当然 我就算再让他一只手 他也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小翔翔 一会我要去给我们家老头子摘草药 但是我不认识 树林里又危险 所以需要你的帮忙 当然 阿姨会好好回报你的 行 我可以陪你去 但回报就不用了 哦 如裙带 就是这个 这个玩意含有生物碱和暗基酸 可以消炎去除 我爷爷小时候都受了伤 没钱抓药 就用这种草治好的 哦 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 我们多采一点回去 小翔翔 因为草药不好找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去 对吗 我们运气好 这不是一下就找到了 很快就能回去了 我是说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要找很长时间 我们可以晚些再回去 不会有人怀疑的 接下来 阿姨想好好报答你 张翔虽然心里也有想法 但还是忌惮万一被阿叔知道那就完蛋了 于是刻意想要和对方划清界限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这大门还没有建好 我心里着急 万一那猛兽再来的话 小翔翔 你不要总对我这么客气 只要我不说 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都不怕 你还在顾虑什么 这个 我还是感觉那样不太好 我们现在要先考虑把营地尽快弄好 该出手时不出手 你还是不是男人呀 可是 阿叔他 他还在等你 好了 不为难你了 我们再踩上一些就回去吧 我的小姐姐 听真要了 这些的命 小翔翔 只要你想 我随时都可以 你懂的 阿翔 你过来 我有话想和你说 大叔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张啊 有件事不知怎么和你开口 你可能不知道 最近十年 我和你阿姨就分床睡了 所以 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啥事 嗨 不怕你笑话 老夫少气就这点不好 我年龄大了 有些事实力不从心 可你阿姨还年轻 我心里也感觉实在是对不起的 或许 这是天意吧 说白了 我不想让他再受委屈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那我明说吧 我不能再让你阿姨守活寡了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但有个条件 这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只有我知 你知 你阿姨知 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这老家伙是要干什么 我没听错吧 陈叔 你到底在说啥 你不明白吗 我要你找个机会 帮我照顾照顾你阿姨 阿姨 阿姨 可不敢胡说 这件事 我就当你在开玩笑吧 小张 你以为我真傻吗 我知道你有那心思 但唯一的麻烦就是你阿姨肯定不会同意 毕竟她是个真烈的女人 我了解她的 我想说你确定你了解自己的老婆 大叔 别说了 再说我可要生计了 小张 你别不好意思 这件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很勇敢 是个可以托付的人 我这把老骨头怕是十日不多了 而且你阿姨对你也不错 万一 以后还要靠你照顾他们 可是阿叔 我 我还是有些接受不了啊 对了 还有个麻烦是 你阿姨肯定不会接受的 这样我找个机会 阿姨 打门还没造好呢 现在说这些没用的 我们现在应该先把门弄好 确保能安全活下去才能考虑别的 是是是 你说的对 打门走好再说 就在此时 方然回来了 手里提着两条尊鱼 显然捉着两条鱼 费了他不少的力气 张祥 你身上有伤 我帮你把鱼烤了吃吧 不用 你太累了 还是我来考吧 大哥 我太累了 让我休息一会好吗 不行 天黑之前 必须把木材弄出来 不然万一黑熊再杀回来 我们就死定了 那我们也去帮忙吧 不然晚上都不敢睡觉 于是 四个女人也加入了 制造木材的劳动中 傍晚时分 张祥提着四条肥美的尊鱼回来 由于他捉的尊鱼体型大 所以完全够几个人吃了 辛苦了一天 大家大口地砍着鲜美的尊鱼 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小翔翔可比阿涛那小子强多了 那废物无能就算了 还自私 张涛在一旁看着焦黄的烤鱼 馋的口水流了一滴 那你呢 谢谢翔哥 翔哥 还是你最好 张涛也步步地葬 捡起鱼就啃了起来 这次大门做得应该够结实了 吃完饭以后 我们一起把大门装上 太好了 今天晚上总算不用担惊受怕了 阿涛 你会再去搞些荆棘枝条回来 到时把它铺在门口 万一有动物走上来 就会采到荆棘 发出哀嚎 对我们就能起到市井的作用 没问题 我服从安排 翔哥 胡草 不好 是那些野狼 张涛顿时吓得发出一阵吼叫 屁滚尿流地跑了回来 小腿上还被划伤的伤口还在流血 接着 远处就传来呜呜的狼叫声 狼来了 快 大家快进山洞 等等我 我还没进来 紧接上级 狼来了 快 大家快进山洞躲起来 等等我 我还没进来 阿涛 你朝旁边跑 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把他们引开 求救你的翔哥 我不想死 而且我跑不过那些家伙 现在咱们也做好了 张涛这个家伙 性情反复无常 留着他指不定啥时候 就会背后高一道 对 对不住了阿涛 我不能留你了 你可以爬树上 你看后面 我劝你赶紧跑吧 再不跑可就没机会了 张涛回头一看 狼群已经向着他包围了过来 好你个张翔 你这个杂碎 老子如果死了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张涛不会有事吧 这么多狼 想要保持小命 就看他够不够聪明了 阿涛那孩子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他就是个废物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最好别回来了 今晚我来守夜 你们都去休息吧 小翔翔 我陪你一起吧 等你瞌睡的时候 我给你提提神 阿姨的手法绝对好使 不用了 都去睡吧 有事了我会喊你们 行 那就辛苦你了 谁 别出声 你需要提提神 怎么样 还困吗 你可要把大门给看好了 我去睡觉了 现在我们虽然有这么些人 但是防御力量基本没有 这样 这几天 你们的首要任务 我是练习长矛 一会 我给你们扎个稻草人 你们就把稻草人 当成敌人来练习 不然万一我哪天嘎掉了 你们连一点生存技能都没有 在张翔的指挥下 几个女人开始训练 可几个女人都是没出过力的柔弱女子 再加上天气炎热 只是半个小时 她们就累得香焊淋漓 收工吧 看你们也累了 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我想去下游洗个澡 你们谁帮我去放哨啊 老婆 让小张陪你去吧 我现在受伤了 没办法保护你 不用 让冰冰陪你去不就成了 张翔要陪我去瀑布下面洗澡 那人家怎么办 我也想洗澡 那你跟着我们走吧 让你翔哥帮我们放哨 他不会看你的 于是 几人分成两组 分别去了各自的地点洗澡 此时张翔正用犀利的目光看向四周 这几天危险太多了 纵使景色再好 他也根本没精力偷看 阿涛的废物 现在还没回来 说不定已经喂狼了 也罢 养着他 还要吃我不少鱼 少了他 也损失不了什么 想想现在 我还要保护一个老头 和几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这压力 属实有点大呀 我必须要有一个铁质的武器才行 对了 我不是还捡了一把匕首吗 想到这里 张翔把生锈的小刀拿了出来 放在一块粗糙的石头上开始打磨 半个小时后 那把秀气斑斑的匕首逐渐变得锋利起来 有了这个防身 就可以应对很多危险了 咦 那是什么 张翔发现树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两个白色的小果 张翔刚伸手摘了一个 另一个却突然缩回去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果子看起来很好吃 我先尝尝吃什么味道 奇怪 这感觉就像是睡了个回笼觉 身上的皮筏一扫而空 好像我的内伤也不疼了 难道这个果子具有这种神奇功效 洗个澡简直太舒服了 要是可以 过两天我还要来洗 行 到时候还让你向哥哥给我们当保镖 此时 两个女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方染青春靓丽 碧头湿发斜披在肩膀上 团团则娇小可爱 碧头乌黑的头发紧紧的贴在他肉嘟嘟的脸带上 张翔顿时双眼迷离 毕时看得有些入神了 多么美好的女人啊 可千万别被野兽吃了 我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美好的东西 紧接上进 张翔看着两个女人开心的模样一时入神 多么美好的女人啊 可千万别被野兽吃了 我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美好的东西 你傻看什么呢 呵呵 没看什么 我在看刚才你和团团还在 他这怎么突然不见了 他去把衣服顺便引起了 我们等他一会 翔哥哥 你能生个火吗 我想在这把衣服烤干再回去 别那样烤 等你老了 保证个风湿 你去山洞里把衣服裤子偷光 然后让你方染姐帮你烤干了再穿上 好 知道了 小翔翔 我刚才在洗澡的时候脚被划破了 结果刨出来是把铲子 没想到还挺锋利的 我想这有用就带回来了 哦 这 有点像工程兵用的工兵铲 铲子的周围很锋利 手柄全部是由钢铁铸造 上面的油漆也只有少量的剥落 这一看就是德国老造的 别说这玩意质量确实好 是个好东西 以后用处可不小 张翔拿着工兵场壶乱挥舞了两下 顿时虎虎生风 哇 哥哥你好棒 团团好崇拜你哦 我去烤衣服了 接下来 几个女人都去了山洞了 然后脱了个金光板衣服挂起来烘烤 老虎哥 就在那边 有一个山洞里有好多美女 哇姑娘 真的吗 真有很多美女 你没有骗我吧 虎哥放心 小的可不敢骗你 我这就带你们过去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是是是 我要是骗你 任由你处置 好 我们走 去会会她吧 小翔翔 我那老头子的草药也没了 你看是不是在陪我去采蟹回来 你可以让冰儿他们陪你去 干嘛总是拉着张翔呢 是这样的 现在只有张翔认识那些药材 所以我也只能麻烦他了 再说山上也危险 有个男人保护更安全一些 那行吧 老公 你们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放心吧 这里就交给你吧 要是有情况 就赶紧躲进山洞里 嗯 知道了 好了 药也踩得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嗯 等一下 小翔翔 我这里好痒 好像是昨晚上被虫子咬了 到现在还没消肿呢 特别的痒 你来给我看看 哦 这个 你确定吗 确定要我帮你看吗 别墨迹 快给我看看 小翔翔 阿姨太幸福了 我结婚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自从吃了那个神奇的野果之后 我的精神好像变得更好了 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到累 还有力量好像也无形之中变大了 小翔翔 阿姨真希望每天都能像今天这么快乐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快回去吧 好 我们走吧 无名的荒诞 没有任何约束 随着张翔不断的探索 不仅在猛兽的美丽里可以生存 还先后收获 但令张翔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场新的危险正等待着他 续接上级 张翔和白阿姨采药是偷实了进入 二人在返回的途中 小翔翔 你以前打过猎吗 当然了 不过小时候和爷爷打猎时都用猎枪 可我们现在连一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没武器也可以想办法 古人用弓箭就能打到路呢 对了 我们可以做一把剑呀 以后就不用天天吃鱼了 嗯 是个好主意 正好这边有竹子 再找些亚麻做弓弦就行了 力道还行 打个野兔应该不成问题 等我把它再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太好了 老公你真棒 小翔翔 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就要靠你了 明天我还要去采药 还来 虎哥 就是这里了 就那个家伙就是张翔 哦 那几个女人长得可是真俊呀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花姑娘 嘿嘿嘿嘿 真是花姑娘 走 过去看看 张翔正聚精会神的摆弄弓箭 完全没注意到向着他们走过来的四个男人 只见张涛在前面带怒 身后为首的是个光头壮汉 肌肉非常发达 另外两人也是身材魁梧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子 哈哈 生活不错嘛 还有鱼吃 光头大步走了过来 完全没有正眼看一眼张响 直接就拿着烤鱼吃了起来 咦 小团团 你怎么抛这里赖了 快赖叔叔这里 啊 这个魅特六领土肉给你们 你们不要过来 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这有什么 这都是在左下角领的 我心领的十五普肉麦克斯也都发货了 左下角厂商为了回馈玩家 不仅准备了不限量的十五普肉麦克斯和魅特六十普肉 还新增了五千台iPad 升升级 喜欢哪个领哪个 那谁都可以领嘛 当然不是了 只有从我左下角链接进入的福利专服才能参加 兴趣看不到领取界面的话 直接卸载 那这个游戏升级是不是很难 这个手游可以自动挂机升级 培养手冲领的几天大圣 升级更快 那你快教教我怎么领 你直接点左下角三秒钟下载好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选择好要十五普肉麦克斯还是魅特六十普肉 升升级 直接二十四小时包邮到家 不要 你不是我叔叔 你是坏人 几个女人见此情形下的赶紧后退 快速地躲在张翔背后 尤其是团团看到他们后 更是吓得两腿发抖 吃完鱼后 壮汉拍了拍肚子 这才直勾勾地看着张翔身后的女人呢 这位朋友 你一来就吃我的鱼 招呼都不打一声 也太没礼貌了 小团团 累吗 让叔叔赖喜欢喜欢你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小子滚开 不要夺关现实 我要是不答应呢 我看你想招死 你们三个愣着干嘛 给我上 看你们谁敢 谁过来我就和他拼了 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 看到他手里的弓箭没 你们要是赶乱来 我们的剑可不长眼 很容易死人的 小妮子 走 咱们去下游 虎哥 不收拾那个小子吗 你即刻求求 我们还会回来的 现在的处境是越来越不好了 不仅要对付那些吃人的猛兽 现在又多了几个坏人 如果刚才那四个家伙一拥而上 我就完了 毕竟几个女人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到时候那可就惨了 还得赶紧加强我们的防御力才行 雨好的 开 我们去山洞里躲雨 一时之间 倾盆的大雨倾泻了下 很快便要将整个海滩淹没 各种毒虫也纷纷进入山洞 向着石缝里面钻 蛇 又蛇 别怕 有我在 我会让你们有事的 因为石壁上爬满了虫子鞋子 以及一些小蛇 大量的蚊子里面飞进了山洞 几个女人也吓得挤成了一口 嘴里不断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岛上的暴雨来得快去的一块 一个小时候 便雨过天气 海水也逐渐退去 大家这才离开了山洞 你看 我手上被咬了好多包啊 我也是 身上被咬了好多包 好 你先忍忍 等明天天亮 我去给你摘点草药 应该就能消肿了 张祥在山洞里重新升起火堆 把里面的蚊虫全部消灭干净 这才让几个女人进洞去休息 爸 爸你怎么样 你不要吓我 老头子 你怎么了 你可要挺住呀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 你告诉我 我去给你找草药 不用了 我这身子怕是不行了 我走了以后 就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吧 人中有意思 你们不要难过 你去把张祥给我叫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小张啊 我这把老骨头不行了 我家贵方是个好女人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照顾好她 以后他们娘俩就拜托给你了 能给他们口吃的能让他们活下去就行 我这卡里还有点养老的钱 就留给你吧 以后你们要是能离开这里还能用得着 阿叔 别这么说 你不会有事的 你肯定能好起来的 今天我们先用树枝把大门的缝隙堵住 明天我们要寻找硫磺石 或者石灰石 把整个山洞灵一遍 那以后那些温虫就不会再进来了 大家忙完就早点休息吧 老头子 老头子你别吓我 老头子你说话呀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快醒醒 你别多吓我们呀 大家节哀吧 身体都已经凉了 老头子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这里有山油水 是块风水宝地 阿叔他在天之灵会保佑你们的 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要出去找硫磺石 今天你们就在山洞里休息吧 你走了 万一那些坏家伙会来怎么办 这样吧 我把弓箭留下 他们如果赶回来 你们就从里面用弓箭射他 小翔翔 等一下 我们还是跟着你一起去吧 大家在一起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万一有突发情况 我们也能一起应对 行吧 这样也好 那我们就出发吧 不得不说他看起来好帅 好有安全感 他要是一直能陪在我身边就好了 小翔翔 阿姨心里很难过 你能陪我到旁边散散心吗 行 你们几个先去前面看看 我陪阿姨去旁边顺便采点治疗蚊虫叮咬的草药 行 那你们快点 好 一会我们在前面会合 我们家老头子就这么走了 这些年虽然过得没有多少感情了 但是他这一走 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难过 是啊 是这样的 人死不能复生 你也要注意身体 不要太伤心了 小翔翔 怎么了 现在这个情况 他应该不会还有心情练瑜伽吧 你看那是什么 又是那个神奇的小果子 别说话 只见张翔敲咪咪的靠近小果子 看准之后直接用一手使劲一展 两枚果子瞬间被斩了下来掉在了地上 而剩下的那颗果子却又神奇的消失不见了 张翔捡起来直接就吃进了嘴里 随后他只感觉到两股强大的能量开始在体内相互冲击 只是一瞬间 他就感觉全身火热 身体的部分零件也迅速膨胀到了极点 我的天呀 你 我的小翔翔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看起来好吓人 我现在好难受 必须尽快把能量排出来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看你 怎么又那么客气 阿姨不是说过了吗 只要你需要我可以随时奉陪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向两人跑来 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特别是她看到张翔时 更是惊恐地捂住了嘴巴 张翔大惊 赶紧干大地转过身去 嘿嘿嘿 花姑娘 看你还往哪里跑 帅哥 救命 求你救救我 真是冤家陆仔 又是你这个混蛋 这次她只有两个人 直接把她做了 对了 她身边那个敌人 不要先来 啊 张翔 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翔手里握着匕首 心里也有些打鼓 那光头的力气很大 我收拾她 有七重把握 可是 加上另外三人 就不好说了 你们谁过来 我就直接让她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是吗 那就来吧 看 我抓住她了 你们快点干她 你找死 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张涛四人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 反而张翔却越战越勇 他感觉刚吃下去的果子 正不断地为他提供能量 让他的力量和持久力直接爆棚 来咯 有本事 你们就放马过来 大哥 干不过呀 虎哥 还弄不弄 弄 必须弄死他 兄弟 我看你实力不错 干嘛非要和我们作对呢 只要你加入我们 这些女人还不都是我们的 岛上女人多的是 不如我们联手 有福大家一起想起不是更好 你 你闭嘴 不许你们做违法的事情 你们最好赶紧滚单 不然的话 我只有天天行到 不会再对你们手下留情 进酒不吃吃法酒 那行 希望你有一天不要落在我手里 我们走 谢谢你小弟弟 要不是你 我恐怕已经被他们 被他们弄啥了 不对 是大兄弟 你是真正的大兄弟 谢谢你救我 不客气 我叫张祥 这位是白卫风 你叫什么 我叫田晓儿 可是 我的孩子不见了 他还那么小 看着哭得伤心的田晓鸥 张祥这才注意到他身材异常饱满 好像还在哺乳期 经过那样的海难 估计婴儿是很难存活了 现在我们继续去寻找石灰石吧 可以预防温虫钉咬 等等 你说石灰石 我想起来了 刚才我逃跑的时候 看到我一堆石头是白色的 还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嫂 你带我去看看 这就是石灰石了 这玩意的味道很自闭 它的周围几乎寸草不生 毕竟植物和动物都不喜欢它 你们总算回来了 怎么去了那么久 看 这就是石灰石 你们把它放到锅里 再倒满水 等水烧开后 再把整个山洞淋一遍 这样虫子就不敢再进山洞了 行 我们这就去烧水 这位姐姐是谁啊 小妹妹 我叫田晓 你好啊 好嘛 我都快要这些了 白阿姨 你给他们互相引荐一下 我去下游多捉些鱼回来 毕竟有新人加入 咱们要为他接风洗尘 小翔翔 你又捉这么些鱼啊 快看这几条鱼肥不肥 你捉的鱼当然都是最肥的 给我吧 你休息会 我来烤鱼 翔哥哥 你过来 过来一下 啥事啊 那个姐姐好怪啊 她有点那个 有点哪个 她到底怎么了 刚才 她让我帮她 你能一次把话说完吗 她说她胀买了很难受 可是 我都是大人了 我才不吃呢 张响恍然大悟 哺乳期的女人 如果不及时挤出来就会发长 就会特别的疼 还有可能造成乳腺阻塞引起炎症 哈哈哈哈 这里就你最小啊 那你就帮她一下楼 我才不能 我又不是小孩 就在此时 田小鹅突然扭过身来 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张响 而两人似乎有心灵感应一半 目光一接触 马上就分开了 你们过来吃鱼了 张响听闻鱼烤好了 便坐在了火堆旁边 开始给大家分鱼 作为新成员 张响还特意给田小鹅多分了一条 田小鹅也感受到了张响的善意 顿时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从现在开始 我们已经从文明社会 进入到了野蛮时代 所以你们女人也要学习本领 比如如何制作鱼竿储备食物 还有 你们每个人都要学会使用弓箭和长矛 以后我会慢慢训练你们 我同意 我同意 我要做丛林女王 你先保证自己不被吃掉吧 张响 你就是个废物 鱼也不会捉 火也不会生 害得老子都感冒了 继续给老子捉鱼去 说不到鱼就别回来了 这几天 张涛是瞎猫撞见死耗子 捉了几条鱼 但全部都给光头三人上供 张涛也只能吃没有肉的鱼头 张涛心里也很厚 原本跟着张响 虽然累一点 但不用顿顿挨了 现在跟着光头三人 不仅没有给他出情 反而沦为了他们的奴隶 不仅要干得烤 还吃不饱饭 还傻愣着干嘛 赶快去捉鱼去 你要饿死我们吗 是是是 猴哥 我这就去上游帮你们捉鱼 张涛 你是个废物 跑我这里来干嘛 那个光头呢 翔哥 我对不起你 请你收留我好吗 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那的光头就是畜生 我天天吃他们剩的骨头 现在肚子都空了 这关我什么事 赶紧走吧 不然的话 我就要拿你当佛宝子了 啊 笨 笨 笨兰 笨兰 你是我女朋友 你帮我向翔哥求求情好吗 谁是你女朋友 我可不认识你 笨兰 我可是富二代 只要你求翔哥让我重新归队 我回去以后 我让我爸给你买一栋别墅怎么样 对了 你要包包 名表 豪车 我都彤彤可以给你买 你再不走 我的猫可不长眼睛 好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可别后悔 那个 大兄弟 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 别问 你先跟我走 到底啥事 我 我太难受了 你可以帮帮我吗 你究竟是要我帮你干什么 就是那个你也知道 我孩子没了 再这样下去 时间一久我怕男生堵塞了 很多妇女的乳腺癌 就是因为堵塞淤积造成的 好吧 我可以帮你 大兄弟 我只是请你给我帮忙 千万不要有其他想法 就当我求你了 只是荒岛上 可不是闹着玩的 放心吧 这个我拎得行 作为一个团队的一员 我有必要为队员提供帮助 只不定哪天我还要请你帮忙 那行 谢谢你大兄 妈呀 好疼啊 再坚持一下 你这情况再不治疗 以后肯定会引发疾病的 我先把它吸出来 然后再给你化解肿块 接下来会更疼 你忍着点 行 那你就继续吧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治疗 田小鹅之前账碰的感觉终于得到了环境 谢谢你 大兄弟 真是辛苦你了 你客气了 大家在一起本来就要相互帮助 只是我这毛病可能每天都需要你的帮忙 你可不要嫌我烦呀 当然 以后我肯定也会想办法回报你的 当然没问题 放心吧 我不会嫌你烦的 走吧 我们去找吃的 那小子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会来 那废物不会被狼给吃了吧 傻妞 不 我们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光头带着两个小弟站了起来 正准备去寻找张涛 突然他眼睛一亮 只见迎面走来三个人 其中一个男的身材高大 和废物张涛长得颇有几个相似 而他身旁则跟着一个美艳绝伦的女人 你们几个 见过我儿子吗 这是他的照片 对 这不是那个谁 就这个小子 老子当然见过 快告诉我 我儿子在哪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告诉我 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 你旁边这个小狐狸 过来陪我一晚 我可以考虑告诉你 识相的就说出了 不然我会打死你 哈哈 打死我 那就来啊 你干嘛呢 翔哥哥 你没闻到我的口气很清新吗 刚才我找到薄荷叶了 还分给几位姐姐刷了呀 确实有一股薄荷的清香味 很好 长期不刷牙 嘴里会滋生细菌 一会我也刷刷 快看 有人来了 这女人 怕不是狐狸精准世吧 她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细节媚态 简直就是天生狐狸精准世 熊哥 那个臭男人在偷看人家呢 张秘书 你是说张翔那个混蛋吗 爸 你不知道 我在荒岛上受了多少苦 就是张翔那个混蛋 他给我的鱼下毒 为了抢我的风头 还把我打成了内伤 他还把我女朋友也抢走了 这些天来 我们全靠张翔捉鱼 才能吃饱肚子 张涛 你也吃了不少 希望你不要颠倒黑白 你们看我儿子都瘦成什么样呢 不管怎样 我儿子说谁不好 肯定就是谁不对 儿子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先不要杀他 我要慢慢折磨他 这狗东西 可把我整惨了 我要十倍奉还 想折磨我 口气真大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啊 自从吃了三枚小果子后 张翔感觉体内的力量 在不断的增加 小五 先给我打到他两颗门牙 让张翔意外的是 这个黑衣人拳脚凶狠 招招致命 但自己却能轻松地避开他的拳脚 最终 他还是将那黑导标打的 怎么样 现在还想要折磨我吗 那个女人 难道是胡一惊转世 熊哥 那个臭男人在偷看人家呢 不要啊 小兔崽子 刚才不是挺屌的吗 哈哈 张翔赶紧给老子跪下 先磕三个响头 哦不 给我磕三百个响头 磕完之后再自己砸掉门牙 等待我的吩咐 到时我在考虑要不要饶了你 还傻愣着干嘛 你贵不贵 张涛接过了手枪瞄准张翔的脑袋 手指在扳机上蹭来蹭去 好像随时都要扣动扳机 气得张翔整个后背攻了起 犹如一头叙事待发的猛兽 可即使他再能打 面对手枪也无可奈何 打死我 你回去后也会坐牢 牵下没有不透风的枪 最终 你也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几声尖叫响起 一缕冷汗顺着张翔的额头 缓缓的下 他喵的 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贵还是不贵 小翔翔 留着青山崽 不怕没柴烧 你就先向他服个软吧 锁不到 你可想好了 只见张涛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而张翔也从腰间摸出了他的那把匕首 你这是华为妹特六零吧 我排队都抢不到 你要把他给我玩玩 我还能让你死个痛快 想得没 想要自己去左下角领 其他视频评论区都说领不到啊 别的我不知道 我验证过的左下角是绝对支持有效 厂上新增了八千台苹果15和华为妹特六零做专属福利 这批只有我这有 下载的基本都有份 真是的 一打开就看到邻居见面了 还是全新正品机 左下角确实靠谱 现在还有不限量iPad的婆肉配套送 我领的都发货了 要拉人助力吗 不用 但只有从左下角进入才行 休息放一旁爆挂机 苹果华为隔天送到家 这么简单 哪怕今天就是死了 也要拉上你颠备 我可绝不能像软柿子一样 给你踩在脚下 突然一声巨大的吼声传 只见一个大黑影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一口就咬住了最后边的脑 救命 救命 你们快救救我 我的妈呀 就在此时 那黑保镖突然夺过张涛的手枪 直接瞄准了那头黑熊 黑保镖连开竖枪 弹侠直接被清空了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只有一枚子弹伤到了黑熊的眼睛 其他的子弹全部落空了 快把弓箭给我 不会吧 显然伤不了他 我偏不信杀不了你 那黑保镖健壮 忽然掏出一把敌手 同时狠狠地扎向黑熊的后面 黑熊感觉吃了大亏 发现似乎干不过这几个两脚兽 于是迈着地动山摇的步伐 向着树林里逃了过去 这次好像没那么痛 下次再有那小果子 我再吃它几个 岂不是会更强 这左下角也太快了 刚挂着苹果15就发货了 我左下角官方认证的 肯定又快又靠谱啊 叔叔好 我是阿涛的女朋友司徒南斌 以后我可以跟着你们吗 张翔 给我跪下唱征服 不然 老子这次绝对让你的脑袋开瓢 阿涛少爷 江里面已经没子弹了 爸 你那还有弹侠吗 只有一个 现在没了 翔哥 刚才和你开玩笑的 没想到你真是硬气 我对你的金养犹如滔滔江水落一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够了 那么现在 我也来试试 你有多引擎 跪下 不然我绝对射死你 磕头 三百个头 一个也不能少 不许耍华 我可数着呢 小兄弟 摘下张熊 放了我儿子 回去后我给你一百万 或者你自己开个家 行啊 看你挺会说话的 那就帮你儿子分带一下 磕一百五十个头 不然的话我保证射死你那废物儿子 磊 你让我磕头 行了行了 我大人有大量 不为难你了 给你们留着点力气 把那个尸体给我处理干净 再把地上的血也洗干净 别弄脏了我的地盘 小五 去把这里给原家收拾干净 还有 恐怕我这里不太欢迎你们 打扫干净以后 所以你们还是请自恋吧 这位美女 我好像和你不熟吧 你也走吧 我能力有限 我这里可养活不了你 可 可是 没什么可适的 赶紧走吧 就算你跟着我 我也不会给你吃的 这位小姐 请跟上你的男朋友 张响 原谅他吧 小孩子不懂事 我看他也是一时糊涂 是啊 小翔翔 你就让兵儿留在你身边吧 实在不行 我可以让他做你女朋友好吗 以后我们两个都可以的 不用了 只要是不团结的人 我绝对不会让他留下 翔哥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做出了那种事 这样吧 以后你睡觉的时候 我给你当枕头都行 求你别跟我走 没得商量 走 别逼我跟你动作 好 我可以走 但是 我妈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能让他留在这里吗 我压根就没打算让他离开 但你必须走 好了 没事了 刚才大家都受了惊吓 我去给你们捉鱼吃吧 张响小哥哥 我求求你了 收留我吧 熊哥他 他不要我了 还打我 这叫我怎么活吗 小哥哥 你真这么狠心 不打算收留我吗 你想加入我的团队 但是 你的价值呢 我一看 你就什么都干不了 谁说我什么也不能干的 放心吧 我可能干了 我可是专门训练过的 你知道旋转一字马吗 到时让你见识一下 呸 这女人 可真狐呀 但话说起来 她也蛮可怜的 要服侍张琼那个坏老头 应该也是苦命人 现在团队里又少了一个人 这女人看起来还不错 可以好好培养一下 只要操练的好 说不定又是一个得力助手 好吧 看你也挺可怜的 把鱼拿着 一会儿跟我回去 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短事 张响 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 我不想着补充人手吗 而她又死气白赖地跟在我身后 想甩也甩不掉 放心吧 等我操练一下 她也能干活的 我知道你是那个张响的天生秘书 你应该也知道我是谁吧 知道 苏总呢 刚才不是早就见过了 我还有一个身份 是张响的女朋友 回去以后我会和她结婚的 我还以为她已经是你老公了呢 原来只是男朋友啊 那岂不是说别的女人还有很多机会呢 张响 你说 你回去后是不是会娶我 是啊 当然了 小哥哥 那祝你幸福了 这样的话人家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可真是命苦啊 你 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你们先聊着 我去检查一下她 你这个小贱人 他是我的老公 我不准你打她的主意 你们没结婚就不算数 我想干嘛就干嘛 你管得着吗 你 不要脸 对呀 刚好你没有 就送你好了 现在我们有新成员加入 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要团结 都要付出劳动 不要妄图在团队里偷奸耍花 以后每天晚上我们轮流直印 一旦发现异样 要及时警报 张响小哥哥 什么叫偷奸啊 可偷情是一样的吗 看那个骚扬 真是臭不要脸 说正事呢 你别捣乱 现在我教你们使用弓箭 张响小哥哥 你可以手把手交一下人家吗 人家还没有射过箭呢 行 我来教你 首先要把弓抓稳 然后拉动弓弦 嗖狐狸 不要脸 哎哟 小翔哥哥 你没射准呢 可以再给人家射一次吗 好 再来 张响本想拒绝 但这么多人看着 他只能耐着性子来教 左臂放松 千万不要崩太紧了 不然弓会颤抖 这样就没准确度 弓箭往后拉的时候 顺势就射出去 等你达到我的这种境界后 就不需要瞄准了 可以凭感觉射 保证一次性就射中 张响给李燕灌输着自己的经验 要不是沦落荒岛 为了提高团队的防御力 他才不会把自己的生存经验分享给别人 夜里 张响独自坐在山洞外 把一块木柴放进火堆里 摇拽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 不由得让他陷入了沉思 也不知道还能在这个岛上待多久 不过可以肯定 这个荒岛应该不在卫星的监测范围内 要么就是被什么磁场影响了 不然以现在的科技手段 不可能这么久了还没有人来救援 但这样也好 反正自己屌丝一个 回到文明社会后 也是当牛做马 方尔人是绝对不会和自己结婚的 他也只是嘴上说的好听 一时冲动而已 是你 你不睡觉 出来干嘛 不 睡不着 我怎么看你特别像一个人 像谁啊 传闻董云浩是你什么人 哪里 我在杂志上见过照片 据说那可是身家百亿的大老板 我感觉你长得特别像那个传王夫人 董云浩 是我老公 难怪了 那我没记错嘛 传王长什么样 我不记得 但是照片上那女人的模样 我倒是记得清楚 那 那你那个传王老公 现在什么情况 他应该还活着 他水性很好 而且身边还有很多保镖 还有几个造船的工程师 应该不会有事 那希望你们能早日夫妻团聚吧 这种富豪家的女人 可不是我这种人感染指的 不然回到文明社会 人家传王有权有势 弄死我 还不是像碾死一只蚂蚁 张祥 我们之间 是不是还有未经事宜 未经事宜 你忘了吗 你答应过我的 每天都要给我帮忙的 你应该不叫田小鹅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传王董云浩三年前娶了个女人 当时轰动了整个新文件 我当然还有点印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董云浩娶了一名岛国女人 好像叫苍什么的 对了 叫苍井美惠子 你应该是岛国人 哪里 好吧 你猜对了 当时 我因为想让你帮我忙 所以不想暴露我的身份 但既然你已经发觉了 我希望你继续叫我田小鹅 没人的时候 你就叫我美惠子吧 但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你不要把我的真名 告诉其他人 不然回到文明社会后 我的名声就毁了 我的老公肯定会生气的 好吧 我答应你 我不会说出去的 此时就有我代替评论区的粉丝 为男人们争光吧 我们还去上次瀑布后面的那个地方 给你治疗吧 那里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 那就拜托你了 这次多谢你了 你是一个讲信用的男人 那当然了 在这个荒岛上 你不信我 还能信谁 希望你能一直信守承诺 行 你回去睡觉吧 我要继续守夜了 妈呀 不行了 我好疼呀 你先忍着点 我看一下 你是才一天就胀得这么严重 得赶快吸出来才行 那你来吧 你答应过我的 这件事一定不要说出去 谢谢你 你是一个讲信用的男人 你回去睡觉吧 我要继续守夜了 张翔 我们不能一直在荒岛上吧 得想办法离开 对啊 我看等救援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但我们可以自救 比如我们可以造一个主法离开 老婆 你的脸有些肿呢 是不是 昨晚没睡好啊 我在荒岛上称王称霸不好吗 我才不要回去呢 况且这几个女人都是一等一的漂亮 以后说不定还真能三公六院呢 不是 我们最近一直都没有吃眼 脸上当然会有些肿了 那这样吧 一会我带一个人去海滩上 提取一些海盐回来 其他人把这些石头磨成箭头的形状 我们要多备一些武器 关键时刻能用得上 小翔翔 我和你去吧 阿姨想顺便采些草药 老公 带我去吧 你好久没收拾我了 哦 还是我和你去吧 我在海边生活过 我熟悉怎么提取海盐 可是人家也想去海边吗 我看还是田小鹅和我去吧 她知道怎么提炼 你们其他人都留在这里干活 我算了下时间 圣炎加绿炎大概需要好几个小时 我们提炼到炎就会回来 小五 只要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听我的话 把姓张的那个小子干掉 那个小宁我也可以让你也乐呵一下 此时正值中午 太阳毒辣 才不到两个小时 第一批白色物质被提炼了出来 张祥小心地把这些白色硬块扣出来 放到了事先准备好的袋子 然后又准备晒第二波 而美惠子则跪坐在沙滩上 一直看着茫茫的海平面 失落的眼中掺杂着些许希望的光芒 别看了 不会有传经过的 那阴影处休息休息吧 张祥 这以后我还是要少吃点鱼 你看 我这又要麻烦你帮忙了 帮你治疗我没问题 但是我怕万一我一时冲动 做出什么别的事情 你可不要怪我 呃 不行 绝对不可以 哈哈 我跟你开玩笑的 没想到你果然是个真烈的女人 我们赶紧去扇言吧 就不浪费时间了 不然天一黑 路上就不安全了 大兄弟 这样吧 只要你能造出主法 我或许可以答应给你一次 还有这个 我先领到手的苹果15普罗麦克斯也给你 这手机可值钱了 即使现在没信号也舍得给我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没关系 这苹果15是我在左下角领的 没花钱 看我发货截图还在这呢 真的免费领吗 是真的 就在左下角 随便挂挂机 苹果华为就能轻松到手 还有华为魅特60土肉 这个怎么领啊 从我视频左下角点进去下载就行 链接已经更新了 只要愿意下载参与活动 15根华为魅特60谁都能领 我试试 只只一上线就能看到手机了 刚开始我也不信 想着下载注册又不花钱就连左下角试试 结果真的只要失明注册完苹果华为就能领了 我刚点的领取华为新机就真的发货了 真快啊 要是华为现在就在手 还能把卫星电话求救呢 我们还是先上岩吧 造竹筏的难度那可是相当大的 还得从长计议 我在荒岛上这么爽 给你造个屁的竹筏呀 一直忙到下午 张翔终于提炼了一些海盐 这些盐够我们吃几天了 天也不早了 我再帮你一次 然后我们就回吧 哈哈 这回总算逮到你了 我还以为你们早都饿死了呢 没想到还挺能活的 张翔虽然嘴上硬气的回应 但双手却不自主的有些颤抖 如果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要是打不过他还可以钻进树林里逃跑 但现在他还要保护美惠子 自然是没办法逃跑 今天我有子弹 现在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 老子今天飞嘎了你 江湖规矩 有种单挑 你们谁先来 你以为我傻呀跟你单挑 去死吧 慢着 张翔 我见过你 你和我老公董云浩认识 请你放个张翔 我回去后会报答你的 哦 是你 原来是船王夫人 我认出你来了 但是没用 这张翔竟敢让我磕头 必须死 这样吧 我替他给你磕头赔罪 你看行吗 张翔看着楚楚可怜的美惠子 顿时心生感应 说实话 他得到过的女人自己都数不清 但眼前这个女人确实与众不同 因为那可是超级富豪家的夫人 磕头没用 如果你能服侍我一寸 我说不定可以考虑放过她 先让美惠子心甘情愿地服侍我 完事之后再把张翔大小子给嘎了 不然这女人是不会用心服侍我的 你休想 就在此时 张翔突然抱起 直接一脚踢掉了张涛手里的枪 快跑 美惠子反应很快 拿上海盐就向着树林里钻去 站住 你们快追 张熊一声令下 张涛带黑保镖也追了进去 冰冰犹豫了一下 也跟在了后面 但内心很纠结 她原本想着自己能攀上张熊以后过好日子 但万万没想到张熊父子俩把她当成了娱乐的工具 还想利用她的身体来笼络保镖对她的忠心 现如今她也别无选择只能越陷越深 快跑 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躲起来 张翔拉着美惠子在一棵大树后面躲了起来 等张涛追过来之后 张翔猛了从后面冲了出来 用匕首在张涛屁股上狠狠地扎了一刀 现在给你一分钟交代你的一言 别嘎我 如果我现在把他扎了 他老子张熊一定会找我拼命 我只能让张涛变成重伤 这么一来 他们就只能把精力放在照顾这小子身上了 你还能跑吗 应该还可以 我看你跑不动了 来 我背着你 好香呀 我怎么会躺在你怀里 你回来后就晕过去了 吃不了东西 你的女朋友心疼你怕你饿着 所以这两天都是我亲自喂你的 也相当于是你也给我帮忙了 什么 这么说 他们全都看到了 危险面前你没丢下我 说实话让我很感动 我就应该报答你 再者我也经过你女朋友同意了 也是为了给你增加营养 他没受伤 就是精神体力消耗过大而已 所以睡觉就完全恢复了 翔哥哥 你醒了 你很瞎呀 我当然醒了 你先问些白痴问题 我的枪呢 你现在有两把枪了 你说的是哪一杆 去我捡的张涛的那把枪 在这呢 有了这个 我们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安全了 是安全了 但只有六发子弹 不到万不得已 我可舍不得用 让大家集合 我要开会 各位 这岛上真的是危机重重 我已经领教了 所以我决定 我们即刻造船回家 但我们这里没有造船的工具 所以只能先造两个竹筏 然后再用木头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这么一来就稳当了 你们大家没意见吧 没意见 完全同意 我也同意 翔哥哥 此刻你是不是心里 特别的不甘呀 因为你的三宫六院的生活 就要泡汤了 你个小猫丫头 别捣乱 大家还有什么提议 都可以提出来 首先我们要准备足够的淡水 不然万一在海上漂几个月 还没得久就先被渴死了 这两个竹筏菜多大一点 就算要放淡水 估计也放不了多少 最多只能保证 三五天的饮用水 我们为什么不造一艘大船 对呀 我们造一艘大船多好 哼 就你们这点动手能力 还一想天开的想要造大船呢 首先龙骨就没办法解决 龙骨一般要用钢铁铸成 不然随便一个巨浪打来 大船就要散架 我们根本没那个技术 就算是用木头制造龙骨 那同样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光靠我们几个 就算花上几年的时间 也未必能造出来 看来你们的造船计划 还没启动就要宣布失败了 算了 还是在荒岛上 到我的土皇帝吧 想想想 我想去把冰儿找回来 再怎么说 它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也不知它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应该是不怎么好 你怎么知道的 它怎么样了 我前两天才见过它 我知道它在哪 这两天 它也应该吃过苦头了 应该学会找记性了 以后吃完东西 我陪你去找它吧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 它如果还敢有朝三暮四的想法 我肯定毫不犹豫地把它赶出去 不会再给它机会的 行 一切听你的 我的王 走了这么久 我女儿到底在哪呀 他们应该在下游 你放心 肯定能找到的 你怎么了 我的王 我知道你压根就没有用心找兵 你就当看我的面子好吗 我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 只有你舒服了之后 才会认真地帮我找兵 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耽搁一会 我懂规矩的 别这样白阿姨 我肯定会用心帮你找的 阿姨你别多想 我确实一直都在认真找兵儿 只要我答应过别人的事 我还是坚决会做到的 只不过 只不过你要好好管教它 不然我还会再次把它丢弃了 想想想 嘘 不要说话 我的大王 怎么样 刚才还满意吗 说实话 我还从来没有什么享受过 只是 我还想再研究一下 你的观音作莲和悉心大法 你讨厌 你刚才实在是太凶狠了 恐怕我一个人是没办法应付的 但没关系 只要把兵儿找到就好了 到时应该没问题 嘿嘿 我也就是吃了那个小果子后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 壮到我都不敢想象了 我都怀疑这还是我自己的身体吗 但你这也强得太过分了 只怕将来我和兵儿也是无法拴住你的 不过无所谓了 山洞里不还有那么多女人吗 我相信他们很愿意的 特别是那个李燕 她的目光天天在你身上转 就没离开过 只要你肯点头 她百分百会同意 还有那个团团 我看她也对你颇有好感的 我以后会想办法给你创造机会 只要你能在荒岛照顾我和兵儿就行了 我的王 你得扶着我点 我的腿发软 一点力气都没有 都怪我 这样吧 我来背着你吧 你还有力气啊 还能背得动我 说什么呢 我力气大着呢 那行 你要累了就放我下来 行 来吧 我的王 要一直找不到兵儿可怎么办呀 如果这里找不到 我推测他们应该在海滩上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小翔翔 你是不是还有压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等找到兵儿后 我让他再帮你再解决一下 哦 这不好吧 我对他可没那些想法 你就别推辞了 你能让他重新回来 我不说他也会那么做的 哦 这个真不需要 等找到他再说吧 前面就是礁石区 那里是最容易捉到鱼的地方 而且附近还有水源 如果张涛他们在海滩 我想他们大概率会选择在那里当营地 你就在这里待着 朵树林里别出来 我去那边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他们 那你可小心点呢 张晓摸了摸妖间的手枪 悄悄地靠近了礁石区 等他仔细地搜索了一番 却并没有他们的人影 这可就麻烦了 三少皇老长 要照顾去找个人 简直就是大海滩针 还有一种可能 那丫头会不会已经死吧 哭哭哭 就知道哭 不是点你吃的了吗 再哭信不信老子把你丢去喂狼 哼 你要好好地服侍我知道吗 你要再敢逃跑 我保证有一百种方法 我保证有一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 张涛 你混蛋 我真是瞎了眼 我求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吧 放了你 行业 没问题 只要你每天都让我高兴 等我哪天完腻了就放你走 小五 带他去把身子洗干净 不要啊 我求你了 你们就放过我吧 喂 叫你呢 你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就在此时 一块礁石后面站起来一名长相惊艳的女子 张响仔细打量了一番 眼前这女子大约三十岁左右 身材健美 眼神犀利 精致的脸上散发出一股冷冰冰的寒气 除了你 还有其他人吗 当然 没有了 那行 你可以跟着我 至少可以保证不会把你饿死 不如你跟着我 我也保证让你吃饱肚子 哼 口气不小 本小姐今天高兴 就不杀你了 你走吧 这位姑娘 我看你气都不烦 没猜错应该是个恋家子 算你聪明 所以赶紧从我视线里消失 不然我反悔了你就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了 行行行 我走还不行吗 慢着 又怎么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人 我见过的女人多了 我怎么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个 你真见过她 在哪 她现在在哪 就在树林那边 离这里差不多有七八里的路程 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她什么人 她是我的老板 我是她的天生保镖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好闺蜜 原来是这样 你放心 我把她照顾的很好 啊 什么 你说你照顾她 对呀 她现在状态很好 对不起 方总都怪我没有及时找到你 害得你落入了这个臭屌丝的手里 唉 既然这样 那谢谢你 现在你带我去见她 行 那你跟我走吧 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你怎么会给她当保镖啊 我打小成绩不好 就喜欢舞刀弄枪 那你 停 你能少说两句吗 去前面带路 救命啊 是白阿姨 快走 小翔翔 救命啊 你在哪 快来救我 我来了 你在树上躲好别下来 你们别怕 我来对付她 不开 你不要命了 让我来 张翔正准备掏枪和头野猪一掘高下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会这么勇猛 直接捡起一根木棒就冲了过去 张翔愣了一下 然后干脆把武器收了回去 他倒想看看这个女人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只见女人狼狼狼站在手里 带野猪冲过来的一瞬间 用力往野猪的血迷在嘴里 巨大的惯性把野猪的身体直接贯穿 女人顺势腾空跃起 拿出匕首在野猪头上折一抖 这个二百斤的野猪当场毕命 漂亮 太够了 如果这个女人要是能加入我的阵营 那我的营地里将我就有两个强者了 愣着干嘛 过来搭把手 我们把骨头剃了把肉带回去 然后带我去剑方走 好 想想想 这位是谁啊 她是方染的好闺蜜 一直在找她呢 幸好遇到了我们 这下他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白阿姨 快走吧 这里的血腥味很快就会招来野兽 这一半我来拿 那一半你们两个台上走吧 怎么样 能抬得动吧 臭女人 他瞧起我 不用抬 我一个人就可以扛起来 张响也扛起了另外半扇猪肉 三人开始沿着树林向着营地走去 我们必须走快点 我说要不咱们把猪肉上的血洗干净吧 顺便也把身上洗一下 不然鲜血的味道真会引来吃肉的猛兽 不用那些畜生赶来 杀掉便是了 还要走多久 快到了 前面不远了 这家伙吃药了吗 竟然跑这么快 我们也快走吧 树不定是他发现危险了 山洞前 地上一天狼藉 很显然这里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老婆 你们没事吧 你回来就好了 刚才吓死我们了 老婆你不要害怕 我刚捡了个手机 上面有最新上线的游戏 龙魔战技 这发十连抽必出灭死神龙 给我出 哇 真的出了 有这么激动吗 什么卡牌什么神龙 快给我看看 不只是卡牌 挂机修仙全屏战斗 你们没玩过的全新版本 上线就可以领超帅通魔剑 一起来决战紫禁之巅啊 我新人怎么玩 左下角注册上线 我带你啊 全新系统 不限体力和次数的BOSS地图 各种极品装备暴力拉满 快告诉我去哪里下载 点击左下角直接下载 左下角大厂商 还给新玩家准备了新有福利 一万台的华为妹特60普肉 和苹果15普肉麦克斯 只要下载完登陆上线完半小时 看不到领取见面 直接卸载 活动官方认证 包邮到家 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 好那我去试试 太好了 我也想要个手机 我也下载一个玩玩卡 方燃见到主星谷回来 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们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那些猎狗好吓人 翔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刚才那群猎狗又来了 是芳然姐姐带领我们用弓箭 把他们射跑了 妹妹 姐姐 太好了 终于找到你了 你怎么样 还好吗 我很好 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了 我这腿壳怎么办呢 会不会流发呀 刚才我们正在考鱼 突然不知从哪冒出来几只猎狗 我们赶紧用弓箭射它们 但李燕的腿还是不小心被咬了 你还有心情关心流疤 猎狗的嘴巴很脏的 极有可能携带狂犬病毒 张响小哥哥 你一定要救人家啊 你还记得人家的独门绝技旋转一字马吗 你还没见识过呢 我要死了你可就没服享受了哦 你快别胡说了 这么多人哪 走 我背你 我带你去树林里招草药 你 你 你们 哼 经过两个小时的寻找 张响终于找齐了草药 但此时 他们离营地已经有两公里远了 为了方便清理伤口 张响只能把李燕的裙子拉上去 哎呀 你这么急的吗 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你准备什么呀 这样我方便看得清楚一点 一会 我先帮你把伤口里的淤血尽量放出来 然后再找凝血类的草药 让伤口慢慢愈合 但刘巴是避免不了的了 张响用小刀把伤口淤血处划开 李燕本来红润的嘴唇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等伤口处流的血变成了正常的颜色 张响又把草药嚼碎了按在上面 这就好了吗 还没好呢 我还要找块布 把伤口包扎一下才行 就从你的衣服上撕一块吧 你要一块不是吗 我有啊 你转过去别看 李燕缓缓站了起来 哎呀 不行了 我感觉头好晕啊 啊 啊 你怎么了 你起来啊 你可不要吓唬我 我不是专业医生啊 你这个时候要是出个什么不测 我可怎么向大伙交代啊 喂你醒醒 你别睡啊 他肯定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 还是赶紧先回去再想办法 他怎么样了 应该没事 只是失血过多昏睡过去了 这几天给他多增加点营养 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张响把李燕放在地上 刚转过身 董珊珊看着李燕却一脸大惊 你 你刚才对他做什么了 是不是成人之危欺负他了 你还真是够猥琐的 人家都受伤了 你还能做出那种事 你简直就是畜生 你这样说话就有点过了 我只是用我的方法在救他 再说 我又没对他做什么 是他自己要用贴身衣物当绷带的 你不知道情况就不要乱说 哼 哦 就在此时 一阵香味传来 原来是美惠子把一条猪腿烤好了 还在上面撒上了他亲自过滤好的盐 张翔 这里你最辛苦 我们男的能吃刺肉 所以最肥美的地方就应该给你吃 谢谢你 甜小啊 他不是甜小了 一点眼力界都没有 我认得他 他是成王的老婆苍井美惠子 美惠子顿时翘脸一红 他被张翔吸奶的是 现在整个山洞的人都知道 只怕是回到文明社会以后 他的富豪老公肯定也会休了他 对不起各位 欺骗了你们 我很抱歉 但我有自己的苦衷 走 我们去洗个澡 我要检查检查 你有没有被人占便宜 姐姐 又来 不用了吧 吃完猪肉后 几个女人这次终于解了馋 所以个个都昏昏欲睡 但张翔却怎么也睡不着 她感觉自己老大的地位受到了挑衅 就在此时 白贵方远远地给了张翔一个 只有她才懂的眼神 现在怎么样 压力都释放完了吗 还是你厉害 等明天吧 明天我把那新来的女人忽悠一下 让她也跟着我们去找兵儿 毕竟她的身手也不错 谢谢你 请再次收下我的膝盖 哦 你刚才去哪了 我去下游洗澡了 怎么了 好 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了 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有章法 首先 我感谢你这些天来帮我照顾妹妹 其次 从明天起 咱们每隔一段时间 要派两个人去沙滩上等候救援机的到来 不然总待在丛林里面 树叶把地面全部遮住了 救援机飞过也看不到我们 对啊 你说得很对 姐姐 还是你厉害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哼 你是没想到 还是没想 救援机不来 我们就在竹筏里开 绝不能在荒岛上沉沦下去 用力 再用力 好舒服 你这颈椎平时可以多活动活动 没事的时候多做做抬头动作 也能防止颈椎疼痛 小翔翔 你的按摩手法是跟谁学的 怎么按得这么舒服呀 也就是你们城里人爱得这毛病 主要还是缺少运动 像我们农民天天在地里干活 就很少有人得这个病 自从流落到这个荒岛上以来 大家都想要尽快从这里离开 但也有人例外 比如白桂芳自从跟了张翔以后 他感觉前面的三十几年都算是白活了 活了这么些年 还不如和张翔在岛上这几日快活 只要能和小翔翔长相厮守 我啥都可以不要 就算永远留在这岛上我也愿意 张翔 我也要你给我按摩 还有我 我也要哥哥给我按摩 我也要 一会也给我按按 你们都按了 我也要按 好了 谁都不给按了 都散了 散了 都去告火去 现在我们去把猪皮包下来 剩下的猪肉都切成条状 然后在上面抹上盐 全部挂在树枝上晒干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肉储存起来 等以后缺食物时就不用饿肚子了 到了下午 海盐也用完了 还剩下一点猪肉张翔也都全分给大家烤着吃了 到了晚上 张翔坐在火堆旁边 看着围坐在旁边的几个美女 顿时心里感到很是惬意 我们现在有了储备肉 虽然是比以前三天饿九顿的日子舒服多了 但我想以后还要想办法种些菜 种些粮食才行 你是真想要在这位一辈子了吗 我这也是为大家着想 毕竟什么时候能离开谁也说不好 万一我们真要困在这里三五年 那我们总要想办法活下去啊 大家也别灰心 我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快乐的活下去 这样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 话说有哥好大哥 他女朋友和一个黑人跑了 两年后从非洲回来了 又说要跟他结婚 结果新婚之夜 大哥们突然一脸震惊的盯着女友 怎么称这么大 怎么称这么大 她女友就反问他 一句话为什么要说两遍 结果大哥们也一脸疑惑 我就说了一遍啊 你们听明白了吗 空间太大 那是回音 你们在笑什么呀 什么意思呀 泡了新的笑话 以后不时再讲了 大家都累了吧 现在开始 我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今天晚上 我们就安排两个人来守夜吧 团团 你和美惠子守夜 其他人进去睡觉 嗯 怎么就一个睡觉的地方 你晚上睡哪里 当然是挤一起睡啊 这早上注意温差很大 what 不行 你一个男的挤在女人堆里算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再铺鞋干草睡另外一边去 姐姐 算了 张翔照顾我们这么多人很辛苦的 就让他挤在一起睡吧 不然他晚上一个人肯定会冻着的 你们谁愿意和他挤着睡 哇 行 那就张翔睡最外面 白姐 你和他挤在一起睡 其他人睡里面的位置 行 我没意见 小伙和七个女人在荒岛求生 每天一到了晚上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小翔翔 抱着我 我好冷 这不好吧 他们都在呢 可我真的感觉好冷 不好了 大家醒醒 白阿姨发高烧了 那怎么办啊 真是乌漏偏逢林夜雨啊 李燕的伤还没好 这白阿姨又病倒了 我去帮她弄点退烧的草药 方人 你烧点开水给她喝 然后我给她擦下身体帮她退烧 这么晚你干啥去 有人发烧了 我得去采点草药 治理条件差 不及时救治可是会要命的 阿姨 喝点开水吧 我已经帮你吹凉了 这大晚上的她一个人出去能行吗 我暗有危险她能应付吧 姐姐 你快去找她 一定把她找回来 你不会是爱上她了吧 没没 没有 我回来了 这些草药 你赶紧帮忙瓢上 你懂中医 当然不懂 只是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平时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爷爷都是给我吃草药 简单的还是知道一点 冰儿 放心 我明天 就明天 一定帮你把冰儿找回来 听到张祥说一定会去帮她找冰儿 白桂放在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微笑 这才缓缓地睡下了 姐姐你看 张祥的人品还是很不错的 只要是谁有困难要帮忙的 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帮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是不是装的 在这么下去指派以后会有更多的麻烦 我们的首要目标 应该是建造竹筏 尽快离开这里 竹筏是要早 但是 总应该先保命吧 且先健康地活着 才能想办法离开 这个顺序应该没错吧 明天 我一个人去找冰冰 你身手好 就由你带着美慧子去补练 其他人留在这里照顾白阿姨 要不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行 你要留在这里照顾白阿姨 你经验丰富会照顾人 张祥 你可要小心 还有群女人等着你回来保护呢 你小心点 别把自己作死了 祥哥哥 一路走好啊 好 可这次原谅你了 我走了 你们要照顾好两个病号 风向消息 一水寒 正是一须心不复还 发人 如果我没回来 你就耍个人架了吧 别装我 经过两个小时的寻找 张祥终于发现了张熊那火人的落脚点 奇怪 怎么没看到冰冰呢 张祥眼睛一眯 仔细地寻找着冰冰的踪迹 结果没过一回 只见礁室后面突然走出一名金发碧眼的白种女人 而跟在他身后的正是他要找的人司徒男兵 看来 他们那边又有新成员加入了 而且又多了两个保镖 那个丽莎 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已经驾船去找救援了吗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放心 他会回来找我的 小五姑 你就安心好 两个亲戳一次吧 就一次就行了 我们姑娘这几天都别玩了 不行 万一他男朋友真找到了救援 到时候我们不好向别人交代 再等两天吧 三天过后 如果救援还没来 这两个女人我就再不管了 黑保镖当过兵 骨子里还算有一股正气 虽然他也很喜欢美女 但他绝不会做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 他实在是看不惯张熊欺负女人 他这几天一直在护着冰冰和丽莎 但他也压不了太久 毕竟非亲非故的 他也不能和整个团队作对 张熊看了看黑保镖 心里很焦急 他明显感觉到现在已经快指挥不动他们了 再这么下去 自己的老大地位将会被架空了 他必须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威 小五啊 你女儿不是一直想去欧洲读书吗 你放心 我只要能回去 一定送她去欧洲 你想干嘛 我去方便 咱吗 有问题 你可别想跑 我会时刻盯着你的 法科 别笑 我是好人 这个女人躲在石头后面正要方便 结果下一秒突然从背后窜出来一个男人 吓得他赶紧提起裤子并憋了回去 别笑 我是好人 我是来救你和另外一个女孩的 她叫冰冰是我的朋友 我要带她回去 嗯 嗯 你不要叫 我就松手 同意你就点点头 哦 你是叫张霞吗 对 你怎么知道 那个女孩提到过我了 她经常提到你 说很好会背叛了你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现在 你少个机会把她带到这里来 我带你们离开 好 我明白了 嗨 冰冰 你是不是要去方便 方便 我刚才不是已经方便了吗 有人来就我们了 哦 哦 对对对 我又尿急了 我要去方便 站住 我记得你刚才不是已经方便过了 怎么现在又要去 哦 水喝多了不行呀 老子不信 所以这次我要陪你们一起去 你 你们打下过不是有句话叫做男女手手不轻 你在旁边 让我们怎么方便 我不管 我就要去 要不你就拉在裤子里啊 哈哈哈哈 好 你可别后悔 我们走 就在这吧 你们赶快点 别想耍滑头 我们快走 你们俩可要跟上我 好了 到这里就安全了 前面不远就是我的营地了 你们俩在这洗洗 我带你们回去 翔哥 从现在开始 我司徒男兵再也不两面三刀了 从今往后 我只钟情与你一个人 先回营地再说吧 我们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人家好担心你呢 张响 你回来了 这位是 你怎么还带来了一位外国友人 丽莎 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丽莎 我叫美惠子 兴会 没想到几个女人对这个外国女人表现得很冷淡 只有美惠子和她握握手 搞得丽莎很是尴尬 毕竟女人们都妒忌她那前突后撬 她是最好的身材 先天性的对她产生了一丝敌意 而冰冰就更可怜了 很显然 自从经历了上次的背叛后 营地里的女人都不代替她了 更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她 妈 听翔哥说你病了 怎么样 你好些了吗 病 你回来了就好了 以后不许再做啥事了 知道了 妈 你放心吧 以后再不离开你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 五 六 七个 八个 九个 没想到现在一共几个女人了 要是能把这个庇护所建的更好些 自己留在这荒岛上当个土皇帝也是蛮不错的嘛 我现在比微小宝还要厉害 还回个锤子的文明社会 张熊 我这里不欢迎你 你又来这里干嘛 你小子也太不地道了 为什么偷偷的把我的女人带走了 把那个养女人交出来 至于那个什么兵兵 这些天我也玩腻了 就不要了 要人可以 那你亲自问一问她 天愿不愿意跟你走 No 丽莎 我们这些天不仅给你捉一只 还保护你 你就这么狠心的要离开我们 听话 回到我们这边来 我保证他们没愿感动你 小巫哥 你是个政治的人 但是我骗了你 我根本没有男朋友 哥没有让男朋友出海去找救援 你说什么 搞了半天 我们进被你给耍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还好意思只问我 如果我不那么说 恐怕第一天就会被你们给侮辱了 我这是在自救 你的明白 智莉莎 很有头脑啊 比冰冰这个傻女人可强多了 小兄弟 你很有本事 能让这么多女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你 但是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是不是想造船回家 如果你有这个打算 恐怕光凭你这些人手 要好几年才能把船造好 不如这样 我们两伙人合并在一起 我们这边全是男人 伐木造船这些利器活我们来说 你那边的女人们可以做些手工活 比如编织船帆 这样一来造船就容易多了 不用了 你们还是哪来的 就回哪里去吧 不然的话 吐火自负 等等 他说的有点道理 姐姐 你怎么能和这群人合作 他们可是坏得很 我不在乎谁好谁坏 只要能造船回家 我认为所有的恩怨都可以放下 我也同意 你这个傻女人 只要是这几个人为伍 只怕要不了三天 你们这些女人都得遭殃 小翔翔 他们虽然坏 但说的也有道理 而且我们女人确实干不了力气 你自己做决定吧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翔哥哥 我们要不要跟他们合作啊 好吧 既然大家都同意合作 那我就暂且同意你们的意见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们的营地 必须要离我们200米以上 没有我的同意 不得越界 否则 我绝对不会客气 好好好 好 爽快 那就这么决定呢 真是幼稚哦 还不得越界 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他们可是整腿的 好像你能看住他们一样 等着瞧吧 这群这伙人 我肯定会将他们玩下 以后都将成为我的劳力 还有你 在我面前得瑟 早晚有一天 老子一定把你也收了 女人正要洗澡 突然感觉有不明生物 钻进了裤子里 吓得他急忙向一旁的男人求救 救命呀 有东西钻进我的裤子里了 张翔快来救我 你确定是在裤子里吗 是的 快点呀 快把它抓出来 好 我来帮你 我摸到了 这是什么东西 好滑呀 你默契什么呢 快把它抓出来呀 卧槽 这么大一条水蛇 今天算你运气好 好在这条蛇没有毒 不然你可死定了 不过今晚上可以赶上火石了 这也太吓人了 不用怕 大不了我在这给你们看着 小的美 我们女人洗澡 你在这里算怎么回事 你赶紧上去给我们放手 可不许偷看 行 我走还不行吗 但一会再有蛇钻你裤子 我可帮不了你 你 张祥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美惠子 你又忘了你每天都要给我帮忙的 好 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吧 美惠子 最近伙食不错 但我想换换口味 下次你别吃那么多咸肉了 能不能多吃点水果 我想吃甜的 你讨厌了 那里的味道和我吃的东西又没关系 谁说的 你多吃水果肯定就是水果味的 姑 那小子正是一份我吃 他哪里有那么多女人 我们却只能接着高等你 不行 不能便宜了那小子 等晚上我们去会会他们 喂 你们想干嘛 我们来向你借点食物 等明天捉到鱼就还给你 我奉献你们赶紧离开 别这样兄弟 你这里的几个女的都是很哇塞的美女 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他们现在顺从你是因为有求于你 一旦回去了你我就是个屌子 我保证他们都不会正眼看你一眼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荒岛上抓住机会享受 等麻过了就把他们处决掉就行了 你他妈的真敢杀你 别 我走还不行吗 张兄 我们这边去砍竹子 你们这边就把竹子外面的青皮包下来编织传饭 好 没问题 我会教他们做的 小五哥 这样不合适吧 我们这边干的全部都是体力活 他们那边干的是手工活 所以他们那边还要为我们提供一日三餐 不然我们就亏大了 我儿子说的没错 你们这边干的活是轻松的活 所以应该为我们提供食物 如果不提供食物 咱们就一拍两三 哼 要不按他们说的做 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食物 但不提供张操的 为什么 其他人腿没权 能干体力活 但你是个瘸腿的废物 又干不了体力活 所以 你不能得到食物 你 张翔 你特喵的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麻烦你为我们提供四个人的食物吧 啊 小五哥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五个人可是一个团队啊 张翔说的也没错 你确实干不了活 他不分你食物也正常 可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难道受伤了就要被丢弃吗 那岂不是说如果你受伤了 我们也可以丢弃你吗 张翔 你别想着分裂我们 你这一招太有志了 对 别想分裂我们 反正 我只提供四个人的食物 如果你们两个要和张涛一活 就把你们自己的食物 云给他吧 如果中午前 你们没有砍到四十根竹子 我同样不会为你们提供食物 很快就到了中午 张翔过去看了一下他们的工作量 给他们扔了四条小鱼过去 至于黑保镖 张翔却额外给他赠送了一块烟肉 毕竟那边最强的就是黑保镖 只要能把他拉拢过来 张翔那边就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喂 给我云点啊 我还没吃呢 你又没怎么干活 少吃一顿没什么 但我们不同 累了一天了 必须要补充体力 快去睡觉吧 睡着了就不饿了 你们不能这样 我们是一个团队 儿子 吹吧 这是啥呀 这也太要吃了 舒服啊 张涛拍了拍肚子 一脸的惬意 而他老子张熊叹了口气 只能饿着肚子坐在一边 明天你们分开干活 两个人去砍竹子 两个人去砍木头 我需要大量的木头来建造围墙 当然 砍竹子得有余吃 帮我建围墙的 会额外得到香喷喷的烤鲜肉 续题怎么分工 你们自己商量吧 走了 还有 张涛 你要是想要食物 那就去给我晒烟 你每天给我晒一斤烟 我就给你一条鱼吃 必须让他们之间产生内斗 这样才能稳住他们 我真是太天才了 这些畜生 竟然高空抛物 喂 猛将 你别死了 老毒 猛将他不行了 他脑袋被开掉了呀 你们这些可恶的猴子 被老子抓住 飞扒了你们的皮 把他背到我这边来 我来救他 好不容易有几个撞牢力 要是死了 可亏大了 你 退后 不得过剑 不然一枪崩了你 无死他手底 能不能再往逼北屋 你说呢 夜里 天空一声闷雷响起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下游的位置 张雄几人由于没来得及搭建 必不锁 身上也被雨水打湿 只能躲在树下瑟瑟发抖 唉 那些男人可怜呀 幸亏压对保了 跟着张翔这个荒野求生的高手 要是跟着张雄那伙人 现在指不定多惨呢 笔 这个人刚才身体好像动了 几个大男人光着屁股围 坐在小火堆旁 只为了能快速地将衣服烤干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导致这个岛上昼夜温差很大 刚才的大雨也着实让这几个男人 吃了不少苦头 妈的 这衣服怎么还没烤干啊 老子都快要冻死了 妈的知道阿江正好痒了 许律师的上帝阿比我们讲 至少他在山洞里里里面的雨 归机子山洞里 也有那要是个漂亮的女人 是不是也能有机会当故障呢 老爸 我不管 我们必须要把山洞抢过来 凭什么张翔那小子就能那么爽 对 抢山洞 抢女人 他现在手里有枪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了 但是没关系 阿强可以给我们做内应 到时候把枪偷过来 弄死他就简单多了 到时候这些女人都是我们呢 山洞里 昏迷的阿强此时也醒了过来 他环视一圈 一群女人肥环兽艳 而且穿着清凉 这一幕直接让他内心热血滑 不知道啥时候鼻血也躺出来 可下一秒 阿强突然愣住了 面色也变得难看 怎么回事 平时看到他们我都会自动起立 可现在为什么没反应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我变成一个废人了 他怎么了 他头上的伤 应该是伤到脑垂体了 所以那个功能就不行了 岂不是说 他变成太监了 可以这么说吧 他虽然身体已经不行了 但心里还是会有那种想法 那个才是最折磨人的 我不相信 怎么会这样 老天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那么 他的身体会不会变弱 不会 由于他没办法繁殖后代 精力会比普通人更旺盛 所以身体只会变得更强 张翔心中暗自窃喜 现在营地里总共九个女人 只靠他一个男人来养活 这压力确实有点大 要是再遇到点危险就更难了 而阿强正好失去了某些功能 不会对女人造成威胁 张翔便想着一定要把他拉拢过来 阿强 不要太难过了 不如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 我会想办法帮你治疗 我可是祖传的中医是假 只要花点时间 我肯定能治好你的病 真的吗 那我以后可就全靠你了 放心吧 只要我闲下来 就会好好帮你治疗 但平时你也要听我的话 只要你听话 你不仅能住在这里 和这些美人一起生活 我还能保证你的食物 女人 女人好 我喜欢女人 好吧兄弟 以后我听你的 你可一定要治好我 你放心 我肯定能治好你的 还想让我治好你 想的美 以后每天都要给你吃 断子绝孙的药 不然你这家伙万一恢复了 我的这些的女人 可就要遭殃了 阿强 你终于活过来了 快回来我们这边 我现在已经任张翔做大哥了 以后我们节水不饭和水 你 你竟然背叛我们 张涛 以后你要叫他强哥知道吗 因为以后你们的食物分配 我就交给他来处理了 你不讨好他 他要是在你食物上涂口水 我可管不着 你 兄弟们 我们和他拼了 全部给我上 黑宝镖原本就不是张翔的对手 而且他对张翔也有表示分住 所以比划了两下就倒地不起 而另外一边 几个女人外加阿强 把张熊父子三个打得更是面目全非 特别是冰冰 前面被他们欺负吃了两个口 这次是连本带地全打回来了 请问 还是回去吧 刚才我还没动真格的呢 就你们这点本事还想造反呢 老老实实的去给我干活 不然你们的食物我可不保证了 永古 放心 我们已经苦无事 阿弹去帮他修为家 只要我们齐心 张翔就剥削不了我们 张熊刚说完 张涛的肚子就不争气地唱起了空城戟 要不这样 今天我们先去帮张翔干活 至少保证不饿死 明天我们再看情况 也只能先这样呢 小翔翔 我帮你吹一下 好不好 我来吹 我来吹 我来帮翔哥哥吹 你可慢点吹 别把口水吹到上面了 到时候我可不吃啊 我早上用薄荷草刷过牙了 不信你闻闻 翔哥哥 一会你吃完饭要干啥去呀 可不可以带上我 老在这里待着可没劲了 是吗 那你就帮忙干活呀 我们早一天造好了厨房 就可以早一天离开 一会我带一个人去采草药 你们剩下的人继续编制船番 想想想 还是我陪你去吧 我比较有经验 白阿姨 这次你就别去了 这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打理 我就带牵草吧 它平时出去的也少 我也带它熟悉一下周边环境 好啊 翔哥 行 那我们走吧 小草啊 怎么样 你想家吗 当然想了 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人 谁说没有的 我就不想家 你骗人 我才不信呢 就说你是在捉弄我 只要是人都会想自己的家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 你看你 别难过了 说不定等我们造好竹筏 你就能回家了 真的吗 这个我也说不好 但总是有希望的 翔哥 怎么了 你能带我去海边看看吗 我想看看家的方向 别逗了 你知道你家在哪个方向呀 南方 我家就在南方 太阳的方向 行 我带你去看看 看吧 那就是你家的方向了 小草 我突然发现你还挺好看的 哪里好看了 我和他们比可不值一提 不不不 我真觉得你还挺爱看的 翔哥 你看那边是什么 好像是个箱子 哦 没想到你是我们的福星啊 我去把它打捞上来 里面说不定能有我们需要的物资呢 哇 这箱子好沉呀 翔哥快看 那里还有一个 哦 今天发财了 翔哥你快去把那个也捞上来 好 你在这等着 哇 翔哥 我们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可多了 我想想 漂亮的衣服 鞋子 包包 口红 化妆品 手机 还有 好了好了 你想的太多了 这我可没法满足你 我们先打开看看 但是这个密码锁有点头疼 怎么才能打开呢 这还不简单 这一探就是女人的箱子 我猜密码就是没有密码 我发现你真是个人才 还真被你给猜中啊 哇 这么多衣服 不过这是内衣吗 这也太新潮了吧 就三根绳子这怎么穿呀 哈哈 这里面好东西还不少 我们把箱子带回去 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 我们统一发放 翔哥 嗯 怎么了 你能不能把那个漂亮的裙子 分给我 我真是太喜欢了 这个我们回去再说 谁穿上合适又分给谁 可我就是喜欢那一件嘛 翔哥 要不这样 你如果想对我做点什么的话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哦 你看你 想哪去了 不就是件衣服吗 到时候分给你就是了 再说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行 那就一言为定 当然我这个承诺长期有效 你什么时候来拿都可以 不是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刚才是谁宽人家好看来着 好了 别啰嗦了 快走吧 翔哥 那件裙子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只要你能把它分给我 我也可以做你女朋友的 哦 这个我们回去再说 谁穿上合适 我就分给谁 嗯 可我就是喜欢那一件嘛 翔哥 要不这样 你如果现在想对我做点什么的话 我保证随了你的心愿 哦 你看你 想哪去了 不就是件衣服吗 到时候分给你就是了 再说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行 那就一言为定 当然我这个承诺长期有效 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兑现都可以 不是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刚才是谁宽人家好看来着 好了 别啰嗦了 快走吧 你们快过来 看看我们捡到了什么 哇 这么多衣服 这下终于可以有衣服穿了 这样 我们都烧些开水 把这些衣服烫一下 你们再穿 我宣布 首先这些物资是现草先发现的 所以由他先挑选一件 然后没有衣服的优先分配 完了 剩下的你们再选 行吧 我没意见 就按你说的做吧 我也没意见 那行 团团 烧开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OK 下面我宣布 第一届荒岛沙滩时装秀正式开始 我要哪个新方的女人 你们谁都不要呼呼枪 那两个是我的 那个小团团也是我的 小五哥 你不是对那个外国牛很感兴趣吗 就留给你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这些女人我都要了 老老虎 妈告诉我 这黑道长怎么会有老虎 这玩意不是应该生活在陆地上吗 太恐怖了 看他这体型差不多赶上一头牛了 至少得有半端中 大家别出声 这老虎肚子是狗的 应该不饿 大家快拿上武器 先躲进山洞 长江 你的子阿太小了吧 把枪救我 我也抢就能夹住他 不能给你 我们不能和他应够 快 先躲到山洞里去 你们哭我 我一起就能够死他 你摸 救命啊 这家户疯了 都是你惹的货 你他喵的 赶紧去挡住他 只见虎爪轻轻往下一滑 男人身上的肉就像煮熟了一样 连皮带肉都被拖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白色的骨头 坏事了 控制不住了 必须和他拼了 妈 快走开你这个畜生 冰儿你别过来 快躲开 你这个畜生 我和你拼了 快放开我妈妈 畜生 看这里 坏啊 没子弹了 和他拼了 黑保镖一声怒吼 抽出匕首一下 跳到了老虎的背上 对着老虎的后背一顿猛 走 走 走 妈 你怎么样 翔哥 我妈呢 她只是昏迷过去了 一会儿就会醒来 翔哥 我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吗 你没有对不起我 其实你没有错 我知道只有拜金女 才能活得更自然 如果我是女的 以后去选择有钱的男人 只是人之常情 我理解的 谢谢你翔哥 你真是个好人 只是我可能没有机会 做你的女人了 别乱想 你很漂亮 以后路还长着呢 哎呀我没法孝顺妈妈了 拜托你照顾好她 你放心 你不说我也会照顾好阿姨的 还有你好好有伤 会好起来的 翔哥 天黑了吗 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我 我看不见了 我是不是瞎了 别怕 你没事吧 你只是失眠过多 太虚弱了 你别说话了 睡一会吧 张翔 你也受伤了 你也去睡一会儿 白身体恢复一下 董珊珊说完 忽然对着张翔 展颜一笑 她也是刚才被张翔 勇猛的行为所折服 一改往日高冷的模样 下一刻 张翔感觉四周的光线都暗淡了三分 在她的印象中 董珊珊一向都是板着一张脸 这一笑犹如冰山融化 简直美的炫目 好 谢谢你 那我去躺一会 张翔 你受伤了 需要补充营养 躺在我身上会舒服点 梅惠子抱着张翔 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给张翔喂了起来 张翔看到后顿时双目赤红 一脸嫉妒地看向张翔 儿子 机会来了 现在我们三个男人没受伤 张翔那小子受伤了 这正是夺权的好机会 我们先去杀了张翔 再去解决掉阿强这个叛徒 你们有没有意见 你这个老混蛋 刚才张翔是为了救我们而受伤的 你怎么能对他落井下石 贱人 你只是我玩你的一只宠物 亏了老子每个月几十万包养着你 还反了你了 小五 这娘们今天晚上就赏赐给你了 这里反正没有法律 只要你们听我的话 你们都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这山洞要换主人了 你这个大坏蛋 不准动我翔大哥 臭丫头 给老子滚开 张翔虽然受了伤 感觉视线有些模糊 但刚才美惠子给他补充了能量 现在体力已经恢复了一半 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 岂能轻易送人 他正准备起身应战 喂 你们三个 忘了还有我吗 你留支配而已 让我来试试 我就喜欢你这禁欲戏的脸蛋 老子一伙第一个玩的就是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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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我 把你手上的蓝锯弓放下 不然我凭着送你遗见 也要把你弄死 啊 就你这点本事 还敢要威胁我的好姐妹 哦 张翔 这几个人怎么处置他们 我来呢 交给我来处理 对不住了兄弟 一路走好好 张翔的手也有些颤抖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杀人 心跳得很快 口干舌燥 但他不能停下来 接着又一把揪住王雄的衣领 将他朝河边上拖去 不要呀 张翔 饶了我吧 我还有用 我可以帮你建造围墙 帮你打猎 回去后给你一个亿 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你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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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珊珊 董珊珊本想射张涛的骨 没想到张涛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一剑只是射在了张涛的侧面 当他再次拉弓时张涛却突然钻进了树林里不见了踪影 算了 算了这次让他逃 以后再让我碰到我肯定回了他 等张翔回过头 这才发现前面每天都对自己献殷勤的女人们这回都吓得不敢和自己对视 也许是他刚才的举动真的吓着他们了 阿翔 你去看看那家伙死了没 是是是 翔哥 我马上去 刚才老虎伤人 他虽然害怕 但并不惊恐 可张翔杀人就不一样了 就像杀畜生一样 回想起那恐怖的场面 只让他后背发凉 太恐怖了 简直就是个头发 大哥 他伤势太重已经死了 那就把他丢到何里去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有件事我也不想再瞒你们了 或许从今天开始 我们居然一直在这座荒岛上生活了 不可能的 我们肯定能得到救援的 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 看到这苔藓没有 这明显是寒带的植物 再看看这些 明显又是热带的植物 这里不是荒岛 这或许是一个神秘的未知地狱 还有 柴狗是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 现在却突然出现在热带雨淋里 就连这里的气温也是太反常了 白天四十度 晚上却只有七八度 还有老谷和棕熊更没有理由出现在这里的 你们想想我分析的对不对 不会的 你跟我们说过 你肯定能带我们回去的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要困在这岛上一辈子 张响说的 很可能是真的 刚到山洞的那一天 我一个人去下游桌雨了 但是我总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盯着我 我敢保证 这岛上可能有怪物 好了 你们俩的笑话讲完了 但一点也不好笑 我们快回山洞吧 这雨越来越大了 张响 你把这身衣服换了吧 上面有些我看着害怕 上次捡的衣服里面有一套难事的 我已经给你洗干净消过毒了 好 一会雨停了 我去洗个澡再换 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去 我们能活下去吗 放心吧 我会尽最大努力 让大家都能活下去 那就好 你先休息会 一会我陪你去洗洗 张响 那个老虎肉能吃吗 当然可以吃 据我所知 那虎肉可是好东西 虎肉虎骨都是大补的药材 我知道 尤其是那虎鞭 听说不行的男人吃了就会虎虎生风 要是你吃了是不是比老虎还要厉害 李燕 你别闹 我真要比老虎厉害 你不怕我吃了你啊 那只老虎那么大 够我们吃好久了 阿强 你去多上些海盐 我们要把虎肉保存起来慢慢吃 好的 没问题 我这就去 老爸你快上来 小心憋着了 老公 你穿这身衣服真帅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是吗 没想到我穿上还挺合适的 老公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我都没有机会好好陪陪你 刚才算是给你的奖励 这样 我们晚点再回去 好啊 我们好几天都没在一起了 今天我可要好好喜欢喜欢你 你坏死了 快放我下来 老公你是吃了什么吗 还是怎么了 你看起来好吓人 我之前吃了几个神奇的小果子 没想到尺寸就变大了 嗯 原来是这样 那你可要温柔一点 还有你可千万要控制好 你知道 我们现在还没条件要孩子 放心吧 我的控制力很强呢 不会有事的 老公 我现在都有点怕你了 我都快被你弄散架了 舒服 老婆你看 那边有动物的尸体 走我们过去看看 你看这是什么 方染从一个猴子的尸体上 拔出一根二十厘米的尖刺 尖刺上面散发出一股奇怪的香味 而张响也从另外一只野猴子身上 拔出了同样的尖刺 他闻了闻木刺上面的味道 很香 我知道了 这些野猴子是被这些尖刺杀死的 但一根小小的尖刺 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对 快 扔掉它 这上面肯定有剧毒 不然这么细的刺 不可能杀死这些猴子的 但是使用它们的又是什么人呢 走吧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你小子没骗我吧 我的夫人真的还活着 董总 你放心 我可以保证你老婆绝对还活着 我和你爸也算是认识 他之前给我做了点小业务 也算是合作伙伴 如果你说那个张祥真的杀了你父亲 我帮你把他杀了就是了 传王董云浩没有说谎 像他这种级别的大佬 别说在荒岛上了 就算是回到文明社会 解决掉一个人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而且还不会有任何麻烦 谢谢董总 只要你肯帮我做主 等天一亮 我就给你们带路 小事一中 感染指我的夫人 明天我就让他消失 张祥 虎皮我们已经洗干净了 正在晾晒 到时候可以拿它当成垫 虎肉也分割好了 现在就是缺盐 那的阿强去晒盐还没有回来 很好 阿强一个人晒盐太慢了 我们现在首要任务 是要储存足够多的食物 李燕 一会你跟我也去海边晒盐吧 好的岛主 人家全都听你的 那我们在营地里能做点什么 你们把门缝全部用木头掐死 不要留下任何缝隙 要保证任何动物都不能钻进来 等储备了足够的食物 我们就可以着手建造围墙了 小哥哥 你看我腿上的伤好了吗 去海滩上吧 到海滩上 我再帮你慢慢看 张祥小哥哥 一会儿找个地方先洗个澡吧 我想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舒服 好啊 等干文活 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你想怎么干 我会的可多了 你会什么呀 还不得我教你 扇盐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有好几道工序呢 哼 你什么都不懂 李燕 你有没有感觉 四周突然变得安静起来了 没有啊 没什么不正常的呀 快 上树 快躲到树上去 快 我们躲到树上去 哎呀 可是我上不去呀 你再使点劲呀 别 你怎么流鼻血了 你下次里面能不能穿个东西啊 你往哪看呢 只一会公分 一大群动物发疯似的向着上游跑去 而紧跟他们后面的是尸几阵飞 张响眯起眼睛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样子 他们的长相了很少 但眼睛里却展露出一种凶残的目光 就在此时 一只怪物拿起手里的棍子含在了嘴里 对着一只落单的水牛用力一锤 一枚尖刺从档子里射了出来 精准地射在了一头眼 只见那野牛紧紧跑出去几十米 就轰隆一声栽倒在地上 他们用的那个是吹口 里面的尖刺有剧毒 那些怪物是什么生物 我好害怕 别出声 我们就在树上等他们离开 可是人家真的好害怕 来我抱着你 有我在呢 不会有事的 小子 走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到 放心吧董总 前面过了小河就到了 你可一定要帮我杀了张祥娜的杂碎 这里的猴子 长得倒是挺特别的 我们不会是发现了新品种吧 他在干什么 这是什么玩意 不好 是真有毒 董总快躲到树后面去 这些家伙好像打不死一样 也太吓人了 撤退 大家快跑 现在应该安全了 走 我们下去看看 太好了 捡了把手枪 不错 弹架是满的 总共击发子弹 这一把枪子弹也是满的 快 再去看看其他人身上 还有没有枪 这把枪里面的子弹都已经被清空了 这把也没子弹了 算了 有两把枪也不错了 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我害怕 走吧 我们去海边 我们还要多扇些海盐 小心走火了 放心吧 我玩过枪 只要不开保险就没事了 看你还敢把枪对着我不 哎哟 你打得人家好痛呢 下次不敢了 哈哈 我们再扇些盐就回去吧 你不是说要帮我检查伤口的吗 好呀 去教室堆后面 我帮你仔细的检查 nice 一个小时后 张祥二人才依不舍地离开了教室堆 等我身体完全恢复好了 我再给你展示我的觉学旋转椅子嘛 行行行 没想到你的功夫确实厉害 我张某甘拜下风 甘拜下风的是我 我都快累死了 胳膊都快断了 哈哈哈哈 我们再扇些盐就回去吧 等我恢复了 到时候肯定好好伺候你 等总 真不去找你老婆了 你没看到那怪物一直在那边徘徊吗 等那些怪物走了我们再去 张祥 你终于回来了 祥哥 你回来就好了 刚才我们看到怪物了 好可怕啊 你们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尽快把围墙做好 多增加一道防御 我们是个独以后 我们是个独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